今天我们要上的是 这一段 就是等一切佛回向 但是因为我们上一次 上才童子的 第二 婆诗罗传师 这个地方 继位不坏回向的 婆诗罗传师这里 我们只有开一个头 所以我们先把 他的这个 跟不坏回向相对应的 上才童子 53餐之 婆诗罗传师这一餐 我们先把它看完 那在这个 第七侧 我们看第七侧 第七侧的404页 第七侧的404页 这个地方呢 他上才童子 来到了 婆诗罗传师的住处 那既然他是船师 他自然就是住在海边 那因为呢 他要做什么 他要跟船有关系 可能是航海 也有可能是造船 那这个 不管他是什么专业 他就是跟这个船业有关系 所以呢 上才童子呢 来参访到这个船师 那以前 上次我们提过 以前出海的人 他是要经商 或者是要去寻宝 就是这两种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看到 这个船师 他跟非常多的商人 住在一起 商人的思维方式 他是比较有这种冒险性的 因为他会看到变化 然后从这个变化里面去 去看 有没有商机 所以呢 这个船师呢 他在面对这个大海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教材 什么教材 他就是 佛法如大海 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 这佛法里面呢 有很多跟海有关系的辟语 那他第一个呢 就会先讲到我们的心向大海 那如果心向大海 就是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宝藏 可是我们却常常呢 没有使用这个大海的功能 我们只有使用大海的恐惧 恐怖 对不对 这是波涛汹涌 所以我们的心呢 有很多的 这个寒藏的这种种子啊 乃至于这些善业恶业 如果不善于使用 其实它是很危险的 但是如果善于使用 它就是无量的宝藏 但是我们却常常呢 执着于一个泡泡嘛 是不是 气大海而执着于浮欧 因此在这个浮欧的一个世界里面呢 形成了狭隘的 狭隘的之鉴 那现在呢 我们来学习华严经 这华严经呢 它的内容啊 是广大的 要扩大我们的心量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就善才同志他来参访这个船师的时候啊 他一定是问他最得力的法门 那这个船师呢 就依据大海为敬 来开示这些商人 这个大海法 那善才同志呢 他来了之后呢 当然就是照一般的礼数 来顶礼 那船师就告诉他说呢 我现在啊 住在这个海岸路中啊 那随时呢 就是修菩萨行 所以人生的境界呢 到你很清楚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是自立个利他 那我们在还没有办法自立之前 很多人说 这个尼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所以我要先求生存 那求了生存之后呢 行有余力 自然就会想要利乐 有情 只是这个利乐有情的范围 有的只是利乐我们自己家人 然后再大一点呢 可能利乐我们什么中亲会 或是这个事业 我们的公司 或者是我所属的团体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地方 譬如说我们的朋友 我的孩子的朋友 这大概就是这样扩展 那如果到最后呢 就是 诶 诶 所有一些众生都广度呢 那这个层次 当然就是众生也有层次啊 是不是 那有的人的众生呢 就是跟人有关系的 他都很有兴趣 那有的是 不只他还要为动物 争取他的主权 那有的呢 就是对这个超度轨道的众生 特别有兴趣 那不管是什么 就是六道众生 我们的心量越广大 他自然就可以成就越大的效应 那这个地方呢 传师呢 他主要的对象就是这些商人 所以他说呢 这些商人呢 取了宝之后 大家有钱了之后要做什么 很多人说 有钱就是享受啊 那你就是一般的商人而已啊 那我们在这个 在华言经里面呢 讲到菩萨是商主 那意思就是商主 其实是菩萨 什么意思 就是商人之主啊 企业主啊 那这个企业主呢 是具有一定的智慧 他才能够领导大众 然后具有一定的福报 他才能够做什么赚什么 是不是 那如果没有福报呢 哎呀你就是不会投资 对不对 那怎么认真做呢 效果都很有限 那如果没有智慧呢 你的方向是整个会完全错误 所以他说菩萨为商主呢 是要引导大众呢 离苦得乐到安影之处 所以这个传师啊 他也是这种心情 他说 严福提内的众生贫穷的啊 我是为了怎样 要饶意有情 所以我要利乐他 那但是我要利乐这些有情众生呢 我必须要有东西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商人要 进大海冒险去取宝 所以呢 他下面就讲啊 除了要给他这个金钱之外呢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希望呢 能够透过这个机会 让他懂得佛法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复以法师 复以法师 那复以法师呢 一般人说 听佛法到底以后会怎么样 就是你会成为比较愿意修行的人 那当你愿意修行了之后啊 我们都会比较好 是不是 第一个 很多人说 我学佛之后呢 至少我的脾气改好了 那脾气改好了 对你身边的人来讲 就是一大福音啊 是不是 所以你把自己修好呢 就已经是很了不起 那行有余力呢 还可以让旁边的人 改掉坏习惯 那就更好 是不是 就是自立立他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他说 我就是长期以来呢 就是来 利乐这一切需要者 那需要的人呢 我先给他温饱 接下来呢 我再给他呢 这个佛法的智慧 所以善男子 我助于如此思维 如是做意 如是利益一切众生 我的目标是这样 当你的目标很清楚 你的心态是很清楚 你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依照这个心态去实践嘛 所以呢 他说呢 下面呢 就开始呢 针对他的专业了 那他的专业是什么 他的专业是 他非常熟悉海的性质 那海中呢 哪个地方是有矿藏的 哪个地方是有宝的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就是 用现在的语词讲 就是哪个地方的那个矿卖是比较丰富 有含蕴藏比较丰富的宝藏嘛 那那个上一次呢 去缅甸的时候啊 在缅甸呢 有一个地方啊 就是那个矿业公司去采矿 结果呢 把所有的基础建设 全部通通都做好了 结果开墾了20年 发现都没有矿 所以呢 那这就是变成怎么样 就耗费很大量的 的这些资源 可是他们在判断的时候 是猜测这里有丰富的矿藏 所以当你要挖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 所以是一种赌注 那你不能够明白 就会做白宫 那这是海中的宝也是这样 大海这么深 你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 那这船尸呢 他非常清楚 那至于他怎么这么清楚 那就是他的这个修行的智慧 所以他说他知道宝海中呢 哪个地方有洲 哪个地方有什么宝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过去啊 这个航海家 他们对于这个天文地理都非常的熟悉 那甚至于对这个洋流的流向 那这个生态呢 都很熟悉 那这个地方呢 他说 我除了知道宝 还知道什么 还知道危险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龙柱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有这个猛兽啊 他说呢 接善回避 是不是 你要一路平安 一定要怎样 要知道有一些地方 是很危险的 有暗流的 你就不能走啊 有漩涡的 你这这样子走下去呢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掌控你的这个人 人船的安全 所以免离诛难 然后再来呢 他也知道呢 这个水色 水色也了解 波涛远近 还有他能够观察天象 是日月星宿 他都能够判断 他知道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方向赶的 可能就不能去了 对不对 到底开到哪里去 开一开又回台湾 为什么 运行度数 我们是要看 看那个天上 还没有指南针之前 都是这样 可是我们 好像 这个 现在这种技术 是非常稀有的 那 这是 这个船师 他说他还会知道天文 还会知道地理 也会知道这些水流的属性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还要善于造船 所以 这个船 铁木 尖翠 所以到底是用什么材质的 他是比较适合 好 机关色滑 水质大小 风之逆顺 这个船 他也很了解 全部都知道 然后 适不适合出海 可行则行 可止则止 是不是 他也要知道啊 那 要不然 一切都准备好了 结果怎样 结果就去不了 去不了 所以呢 诶 那个 葡萄山 有一个 有一座观音 有一尊观音 叫做不肯去观音 是不是 那为什么叫不肯去 因为他 要被 被请去日本啊 结果呢 去的 出海三次 又飘回来 好 所以他们 大家都说 嗯 这个一定是 这一尊观音 不想去 所以他就留下来 变成不肯去观音 好 那 那如果你从 这个阳流的角度来看 他已经遇到 东北季风 是不是 他出去 然后又被吹回来 这样 好 所以呢 你要能够知道 否则呢 你就说 哦 这次观音 这次观音 菩萨 不肯去 其实是因为你不了解 什么 这整个 这个 大气的一个变化 所以 善男子 我已成就 如是智慧 常能利益 一切众生 那 我已好传 在 在这些商人 所以他是这个什么 这运输业的 是不是 好 那 不但呢 哎 这个上传的人呢 啊 这个可以一定安全 平安到家 而且呢 他在上面还可以听什么 听佛法 所以以后我们呢 去找一个船 好 是不是 去环游世界的时候 上传的 我们每天呢 怎样 每天晚上八点 就来讲华言经 好 是不是 然后呢 讲的 这还打坐 对不对 然后讲八十天 刚好环游世界 这样 好 八十一华言 好 那这样好像不错 来参加 我们要存钱 要有足够的钱才行 那 那你看 这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完全跑不掉 对不对 所以只能在这个船上 那 我以好船 运租伤众 行安引到 父位说法 令其欢喜 好 那 这是非常殊胜的 好 那第二个呢 哎呀 他还把这个船 好 这个怎么样 安排 所有的 他所出的船 没有一个损害的 好 没有传难 没有发生过传难 好 所以若有众生 得见我身 温我法者 每一个都得到利益 好 所以这是 一个不简单的 一个人物 好 所以一个大商人 好 这是大商人 而且是大菩萨 好 他说 如果呢 哎 他这个 能够了解众生心啊 好 他对于 他所经营的 这个事业呢 是非常殊胜 就是很顺利 很安全嘛 第二个呢 哎 他遇到的这些人呢 大家都得到利益 好 所以他不是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 做事是一个方便 好 所以我们有方便法 然后有究竟法 好 那他的这个 究竟法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发了一个慈悲心 好 所以他修这个 好 慈悲行 慈悲行 若有见我即已 闻者与我同住 好 意念我者皆是不空 所以这是传师 传师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行各业嘛 里面都有他的 这个专业的这种区块 好 那我们依据我们的专业去发挥我们的慈悲心 好 那这就是散财童子 五十三餐 他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 哎 行行出状元 可是行行出菩萨 是不是 状元跟菩萨差别在哪里 就是心态不一样 好 所以呢 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十回向品到这个地方 不坏回向 因为他是什么叫不坏 就是善根不坏 好 他的慈悲心不坏 好 那我们再来回来看 这个十回向 十回向的第三个回向叫做 哎 第 第三个等一切佛回向 好 我们上一次有讲了一点点 在第 第三册是不是 好 第三册的204页 第三册204页这个地方 刚刚有念的这一段 佛子云合为菩萨摩赫萨等一切佛回向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回向的时候 修到回向就是要把我们的心 从小的心扩大 所以一行 前面是十行嘛 一行起愿 一行起愿 那既然有愿 我们希望自己的愿要到哪里 是不是要到哪里 所以这一个回向呢 好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把自己拉到跟佛一样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程度 我们至少要发这个愿叫等一切佛 等一切佛 而且呢 不是只有 这个 这个等 不是等待 是跟佛一样的 平等的意思 好 那云合为菩萨等一切佛回向 所以这个语言 用在不同的地方 它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 那个禅院有一个小师傅 他是这个八岁来出家 那八岁就是大概二年级嘛 现在三年级 然后他的认识的字不多 那可是呢 前天他就自告奋勇 要帮我教稿 因为我来写那个博士论文 他说哇 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论文 他说他可以看吗 我说可以啊 看了要负责帮忙教稿 他说教稿那太好了 他就拜完佛 他问说师父我可以教稿了吗 我说可以啊 赶快帮我教稿 看看有没有错字 那就他这个看了之后 他说 嗯 第一页就有错字 我说哈 怎么办 我说哪里有错字 他说这个信啊 这个不是写信的信吗 因为我写信仰嘛 然后他说 这个是写信的信 所以呢 师父你写错了 你要写信仰的信啊 怎么写写信的信呢 所以 所以我就赶快取消他的教稿资格 后来他就有心得了 他就说 哎呀 事字不多也很难帮得上忙 所以呢 他就要发奋图强 要好好的学中文 这写信的信跟信仰的信 是不是同一个 他一问呢 我还真的是 哇糟糕 我是不是写错了 哈哈哈哈 真的被他搞坏了 就是等一切佛 那个等 要是平等的意思 那个字有时候呢 放在哪个位置 它有它的意义 等一切佛回向 就是同平等 平等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跟佛一样 我们在哪个地方跟佛一样 是不是 你是不是 哦 这个 这个 这是会不会 打太大的妄想啊 你凭什么是佛啊 你是哪根葱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有法身 有报身 有化身 好 那就化身来讲 我们现在呢 就是分身法术 是不是 能做得很有限 可是就法身 我们的本心来讲 我们跟佛是没有差别 好 所以佛都讲啊 心 佛 众生 等无差别 好 那即使你成佛 你这心也没有增加 一丝一毫 那你现在是在堕落 那个心也没有减少 好 但是我们要了解它 所以呢 要随顺你的决心 而不是随顺我们的喜气 好 所以呢 此菩萨摩赫萨随顺修学啊 随顺修学 随顺什么呢 随顺着 好 这一切的善根 因为前面 第二是 这个 这个 不坏善根嘛 好 那你有不坏善根之后呢 依据你的善根信念啊 好 非常坚定的 你就开始来 好 对境恋心 好 有没有 我们刚刚讲这个传师啊 他所面对的这个境界 我们跟我们面对的一样啊 就是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嘛 那他秉持什么 秉持他的慈悲心 他就可以在他的领域当中 利乐有情 那同样的我们这样子 随顺修学之后呢 他有一个终极的价值 终极的目的 所以有些人说 啊 学佛就是要慈悲啊 可是你要想 慈悲是为什么 你想要帮谁 是不是 你说啊 度一切众生 可是这样很抽象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 就是要到等一切佛 为什么 好 然后呢 怎么做 那依据这样子的理念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哎 我们碰到很多人 以前都是碰到 怎样叫度众生 就是跟他结结缘啊 那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那 如果度众生只是结缘 其实结缘是度众生的开始 那结了缘之后会怎么样 那个缘分要怎么发展 他会决定我们是 是不是真的有愿力在度众生 所以他现在就讲 讲啊 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要修到什么 第一个呢 面对一切众生 第一个 你一定要先自信自度嘛 是不是 所以他就讲 见一切色身相味处法 若美若恶 乃至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境界 你都不起恶念 不起分别念 是不是 不起分别念之后 心得自在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 因为当你要广度一些众生的时候 我们对众生 第一个就是 我不喜欢他 是不是 那你不喜欢他 你怎么 怎么度啊 那 我很喜欢他 很喜欢他 就真的能度吗 有时候不一定哦 是不是 当我喜欢这个人 我发现我们反而度不了他 为什么 因为你会顺着他嘛 是不是 当我讨厌这个人的时候呢 更不可能度他 是不是想到就讨厌 是不是 所以那你到最后就度谁 连自己都度不了 对不对 所以心要先自在 心得自在 那心得自在呢 我们广度一切众生 自己的心一定是要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他讲 无诸过失 广大清静 欢喜 然后柔软 所以第一个是清静的 就没有过失的 那欢喜的是慈悲嘛 那方式呢 要柔软啊 要不然 我都很慈悲啊 可是我讲话都是伤人无数 那这样子可能就很难结到善缘 虽然刀子口豆腐心是有豆腐心 可是你的刀子口已经让别人的豆腐心都碎了 所以呢 菩萨呢 他说第一个 你自己的心一定要怎样 要修到自己的内在呢 没有烦恼心 这是第一个嘛 目标 那再来 我们还要能够用适当的方式 然后再来 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 所以其实这整个佛法的一个教化里面 你可以从 如果我们是佛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我们是从被度的对象 所以我们说来学佛可能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我们是来学嘛 那学呢 这个学佛跟一般的学习知识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去学习一个知识 很少想要取代那个老师 就是学的嘛 是不是 学 我知道就好 老师你教我 是不是 那这是一直当学生的角色 可是佛陀呢 他说呢 你学佛的目的就是成佛 就是要当老师 那这时候呢 你将来要当老师 那我们以前在学专业 就是如果你不是要当教授 你就不会想要再深入一点 就能过就好 是不是 可是当你是要当教授 或者是你学医是要当医生 那你就可是不能说有60分就好 是不是 那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变成要跟佛一样 是要变成跟佛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是跟佛一样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好 第一个 你要能够了解一切众生 你要能够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就是要能够观察 第二个 当他们需要什么的时候 你又能给什么 是不是 所以叫做画法 度画的内容 画法四教 是有度画的内容 然后呢 内容有了方式 是不是 所以有些 有些人说 你讲的都很有道理 可是我都不想接受 为什么 态度不好 是不是 所以那 那 也感觉又好像有的时候呢 讲一讲 让人家半信半疑 为什么 因为讲的呢 不太肯定 是不是 那有的又太肯定 肯定到感觉很不真实 所以方式 好方式 所以画 度画的内容 配合方式 还要刚刚好 好 那就不简单 好 所以如果当佛了 好 你把自己当成佛的时候呢 你的角色呢 就会让我们所学的这些法 更精炼 好 就会更精炼 好 所以他讲啊 哎 第一个 我要 把自己当佛的时候 叫等一切佛嘛 好 等一切佛 第一步呢 哎 你会碰到 还没成佛的人 好 你希望这一些 还没有成佛的一切众生 都能够成佛 好 这才真正的度 好 真正的度 好 所以见菩萨摩赫萨 获得如是安乐之时 复更发心 回向诸佛 好 所以呢 哎 他说不是只是说啊 我 我行菩萨道啊 我当菩萨 我发菩提心 好 还要怎样 还要 最后要成佛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是现在在学习 是不是 我们就知道啊 到这个阶段呢 要把自己呢 拉到成佛 那如果从 被 被度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就太方 太 太安全的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 诸佛菩萨 他一定发过这个愿 他才能够走上这个法身菩萨的路啊 是不是 所以意思就是 他对我们这一切出发心的众生 有没有一种责任心 他会有责任心 他会要把我们帮到底了啦 所以我们一旦呢 跟上了佛的脚步之后呢 我们等于是上了一个保证班 是不是 上了保证班 做佛陀一定死拉和火拉 就要把我们拉到成佛去 那所以我们可能看到了这个菩萨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菩萨是这种心情 那有一天我们也要能够跟菩萨一样 能够怎样 在这个时回向这个地方 能够 遇到的所有的众生 你都能够提升 可以帮助他 帮助他 所以呢 复根发心 回向诸佛 那这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修行学佛 不是就是要想要提升嘛 是不是 那问题是你怎么提升 有些人说 刚刚开始呢 学佛觉得学很多 然后慢慢的学呢 好像会有一个瓶颈 再怎么学 好像就差不多都是那些 那修也没什么突破 那为什么 是不是 这些我都懂了啊 是不是 懂了 可是好像 你要再进一步呢 所以这个阶段呢 其实是很重要 很多人一直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行菩萨道 他以为行菩萨道就是 请大家吃吃饭啦 去做做义工啦 垃圾分类一下啦 访平啦 去老人院唱歌 唱给他们听 这样子就叫做 做行菩萨道 其实他不止 行菩萨道呢 是要 你要所有身边的人都被提升 哇 那这就不简单了 这不简单 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连自己的家人 过了一辈子 还是那个样子 有没有都没有进步 那为什么 那就要去想 为什么没有进步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求进步 我们自己没有进步 身边的人没办法进步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进步呢 可以与日俱增 那身边的人肯定一定可以的 所以呢 这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石灰项的时候 要发愿了 要发愿 发愿就是希望我们要能够真胜 真胜 所以做如是念 愿以我经所种善根 令诸佛乐转更真胜 还不是只是感觉而已 也不是说成佛就是我们的目标 不止 就是学佛法的这种欢喜啊 还能够真胜 真胜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只是 欢欢喜喜 参加一个活动啊 参加完 很开心 然后呢 写一下那个问卷 满意度百分之百 然后面呢 它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说打完残疾 震量很强 然后一个礼拜就忘记了 是不是 又忘记了 刚刚说完菩萨戒 众生无辨试验度 就一个礼拜之后 又忘记了 是不是 所以要一直不断的去增胜 增胜 那这个增胜呢 不只是增胜 而且品质要提升 所以他这边就讲啊 不可思议佛所助乐 然后三昧之乐 慈悲之乐 我们看到这些全部都是乐哦 所以当一个人有慈悲心的时候 他一定是快乐的 一个人正到三昧的境界 他一定是快乐的 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 有的人会学佛学 学到最后就苦哈哈 或者是呢 这个脾气不好 或者是呢 越来越没有信心 那这个可能就要调整一下 因为学了之后 应该是会越来越有智慧 它是一个指标嘛 那到最后呢 它全部都是乐 全部都是乐 而且这个乐不是 世间的那种刺激的乐 世间的刺激的乐 它会有 但是它很短暂 而且呢 在追求的过程当中 并不快乐 就是 我想要有钱 那我为了有钱 委屈求全 是不是 那你委屈的这个过程呢 你的心里面呢 是很辛苦的 所以有些人做业务啊 他为了要做业务呢 他要去给人家卑躬屈膝 是不是 那为什么 是不是为什么 所以如果呢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 你要广结善缘 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会觉得 好像就是为五斗米折腰啊 那为五斗米折腰 你得到这个五斗米 也不是真正的快乐 那这是无奈 所以你真正的乐呢 你看菩萨呢 他度众生的时候 他也是 看起来也是悲躬屈膝啊 也是 也是这样子的 哦 要去巴结人家啊 什么 要去讲那些好话啊 所以有时候 有的人刚刚来佛门 不习惯 他说为什么 师父一直称赞我 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他说 为什么都一直说好话呢 因为不习惯被称赞 然后就觉得 鸡皮疙瘩会站起来 那这其实是因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有善根福德 那借由这个赞叹 他会启发他的善根啊 那这种乐跟一般世间的乐 又不太一样 世间是有条件交换 那这个修行的乐呢 他又不是用世间的那种乐能比拟的 所以规则不一样啊 那菩萨摩赫萨以诸善根回向佛 以赋以此善根回向菩萨 菩萨要不要回向 菩萨也要回向 那回向菩萨要对什么 让还没有成佛的菩萨 要回向 菩萨要成佛 是不是 所以呢 谁不需要被回向 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回向 是不是 只要你还没成佛 都要 所以你要不要回向给观世音菩萨 好像也要 观世音菩萨是佛啊 是不是 他说哎呦啊我都 我都要你救了 你还要我救我 这样 所以回向是互相 互相祝福的意思啊 那当然呢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的人当菩萨 你不要嫉妒心 你说哦 这师兄修得那么好 这样显得我修得很差 那这样子的心 就会变成什么 你就变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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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罗心 修罗心是爱比较嘛 那如果说 哎 大家修得越好的人 越多越好 每一个道场都很兴盛 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啊 可是有些人会说 你们道场那么兴盛 害我们都没相有钱 哎呀 这个真是错误了 是不是 就是那个 那个如果大家越多人 学佛 信佛 那大家越有福报 才会越倦越多啊 那你都没有钱 没有福报 然后呢 过得辛苦的不得了 那你自然而然就会 越来越没有 这种善的姻缘 所以一个地方呢 我们要 希望越多学佛 修行的菩萨越好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成就 如果你的家里面呢 有那种很聪明 很优秀的人 那你就要想 又用一点善巧方便 去怪他来修行 是真的啊 是善巧方便啊 因为这是好事啊 是不是 这个很聪明的人 如果他又有慈悲心 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 就会发挥得很好 可是如果很聪明的人 他没有慈悲心 他只是自私自利 他的专业也不过就是怎样 拿来伤害别人的工具而已啊 好 所以呢 这就是要回向给一切菩萨 所谓愿为满者令得圆满 心为敬者令得清净 每一个人心当中一定有一个净土的想象 只是方式不一样 乃至于他的样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啊 但是只要他的愿是自利利他大众都欢喜 能够皆圆满的话 那就是净土啊 不见得一定要符合你的净土 是不是 所以要让一切菩萨呢都能够成就 所以这是对菩萨的一个回向 对菩萨的回向啊 好那这边呢就安住一切菩萨所住 所以希望呢大家有发心当菩萨的 通通都不要退转 是不是 所以好不容易也要去受菩萨戒 是不是 然后要发心我要当菩萨 而且呢受菩萨戒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都会怎样 很自诚恳切 我相信那个时候是自诚恳切 是不是 你如果是混的你不会去报名嘛 是不是 但是呢 自诚恳切的说 是菩萨否是菩萨 发菩提心否发菩提心 有没有 好可是问题是呢 如果那只有三分钟热度 你回到生活中会不会很容易退失啊 有可能 是不是 因为有时候持戒不好持啊 好那持戒不好持啊 那持戒不好持的时候你就会怎样 心里面懊恼 然后就想要退的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给 怎样 赶快哦 把其他 所有送华严经的人哦 回向给你的那个回向的功德 赶快抓好 千万不要让自己退转 是不是 好所以以诸善跟如是 回向 回向菩萨 菩萨有法身的菩萨 有肉身的菩萨 有地前的菩萨 有地上的菩萨 所以这些菩萨呢 都还没有成佛 我们就要发愿要成佛 要等一切佛 所以以诸善根如是回向 好 然后再来呢 要回向一切众生的 回向一切众生呢 这一切众生怎么回向 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发不敌心 是不是 愿一切众生所有善根乃至极少一谈之请 一点点的善根 我们也希望他怎样 能够呢 把这样子的善根哦 拿来做永续的投资啊 这学佛其实是一种投资 什么投资 你现在的人生生命啊 啊 我们这个好 假设平均余命有八十 八十六岁八十七岁 对不对 好 假设八十七好 那八十七呢 现在几岁 哎 就不敢讲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好好 有人六十七 好 好 那就剩下二十 是不是 二十年 二十年 其实我们呢 如果你现在是没有什么世间的责任 已经尽的差不多了 啊 我们就要怎样 再把这个二十年好好的怎样 善用 因为没有用真的是太可惜 有的人说 哦 我辛苦了 一辈子了 我现在正要开始好好享受 那享受呢 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享受 因为修行其实是最好的享受 只是你听到修行就想 啊 那这样我想享受的都不能做了 是不是 你要去吃海陆大餐啊 哦 那这个 那基本上还是不要吃的比较好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就在讲 那个剩下的那个那么一点点 那么少的时间 如果拿来投资 他其实是非常好的 回本的方式哦 因为佛法讲舍一得什么 万报呢 那我们用这二十年 好投入进去 从早到晚 身后意都精进修学 好 那这二十年呢 他会换什么 他会换来三大阿僧 奇节的善根 就是他这个二十年的这种一点点 他讲这其实是一坛之情 如果就三大阿僧奇节成佛的历程来讲 他是不是那一瞬间一坛之情 所以一点点而已 只有一点点 有些时候 有一些 那个嗜好 所以有的人的嗜好是什么 我就是爱吃海鲜 我就是呢 喜欢怎样 偶尔喝个小酒 如果那么一点点的嗜好 他只是让你感觉 舒服一点点的话 那你其实忍那个二十年 其实是很值得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 就不会算 那你如果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只有这么简单的五条界 是不是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是不是 那这五条界 只有五条而已 我们都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 好好的去修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做到这个之后呢 你几乎就保得 你后面三大阿僧奇节不会退 是不是 其实他一点点的因缘呢 你就后面就很安全 会确定一定可以到家 所以发菩提心 他只要一瞬间 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你三大阿僧奇节就依着这个菩提心 即使你流落到不知道何方去啊 你的菩提心一定会把你带回来正道 所以修行不发菩提心 犹如羹田不下种 即使现在看起来都没有发芽 可是他还种子还在 他一定会发芽 好那 所以呢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 因为听佛法才知道 是不是 所以呢 要见佛文法 这世间所有的知识都没有叫你要发菩提心 他可能叫你说 放下啦 疏解一下啦 你爱你自己啦 就是有一些心灵鸡汤啊 听一听感觉有增加一点人生的哲理啊 哲思 可是没有一个 一个系统是教你要发菩提心的 没有 所以 见佛文法 恭敬僧众 三个 三个 他说见佛文法 恭敬僧众 恭敬僧众 就法身菩萨 比诸善根 接礼障碍 是不是 要发愿一切众生呢 所以我们要回向给我们的孩子啊 前几天呢 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的全家府 从台南就来上课 那上课的时候 一看就知道 那两个小孩子是不能做主的 所以他不是自己想上课 是爸爸妈妈来了 把他们带来 那 就有一天呢 他们就来皈依 全家都来皈依 那全家的皈依 就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啊 脸臭臭的来皈依 那为什么脸臭臭的呢 因为他不想皈依啊 是不是 他是被强迫的啊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就跟他讲 你现在读什么书啊 就跟他聊一聊 聊一聊之后呢 他竟然下午就皈依了 后来他的妈妈呢 就跑来问说 师傅 可以送什么经 那我说 送这个经啊 那因为我跟大家讲 其实每天做一点功课 不管长或短 就是做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 你来问师傅 师傅教你世界上最短的功课 15分钟就做完了 然后结果他就真的跑来问 那他问了之后 我就教他怎么做 就是那个功课的顺序过程 然后他说 可以回向给我孩子吗 我说可以啊 他就说 我跟孩子中间很火爆 怎样很火爆 就是因为他希望小孩子好 所以呢就会管东管西 现在那个孩子 他那天带来啊 看起来美美的 现在女孩子 越漂亮你越担心啊 是不是 每天都那么漂亮 在外面会怎么样 所以你就会想要约束他 想要管教他 这管来管去呢 到最后变成两个人 就很紧张 关系很紧张 那那他就说 那我要怎么回向呢 我说 哎呀你回向什么 你要回向这个 就是回向了 让他有这个机会 去亲近善知识 是不是 你教不动他哦 你希望他碰到的是善知识 如果碰到恶友啊 你就很麻烦了 你很难拉 那当这是第一步 就是我们回向 给我们自己的家人 一切的众生 都让他能够亲近三宝 佛法生 是不是 那善知识是什么 因为师父是生啊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有些人有善根 有些人没有善根 有些人很自然 尤其是小孩子哦 有的小孩子很自然哦 碰到师父哦 他就会很轻 啊有的呢 一看就哭 有没有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就缘分的问题啊 那如果你是 就是对跟三宝 是有一种亲近的 这种感受的 那将来你在各种的因缘当中 你会很自然 就会有亲近佛法的因缘 可是你一开始呢 就觉得 这个佛是跟我无关的 那有时候你真正想要 需要学习的时候 你就碰不上 我们这佛法是拿来用的嘛 面对我们生活很多障碍 如果你会学佛 佛学的好 其实是很好解开 是它是很好的工具 可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呢 因为从小到大哦 这个整个政府的一个设计安排当中 这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就是宗教它是排除在 正式正规教育之外 现在只有英国 还有这个新加坡曾经 有要纳入 纳入这个正式课程 可是很麻烦啊 因为你什么叫做宗教课程 你要教什么 是不是 每一教的都说 我也要一堂 是不是 所以那个老师就 就基本上没有这种老师 那有那么厉害的老师 是不是 每一个宗教都会这样 那老师呢 你如果要教宗教课程 最多就是什么 就拿课本来念一念 现在课本谁编 是不是 那个你看 那个道教那个吴臣恩啊 他就把玄状大师 写得这么懦弱 有没有 西游记 所以我们要写的时候 一定不可以叫别教的 来写我们佛教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因为写的人很重要 那边教材是一个问题啊 然后再来老师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世界各地呢 他们就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的政府认为要去宗教化 学校教育去宗教化 好 那有的是要认为呢 这个学校里面呢 要加入一点宗教性的课程 让大家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就像科普知识一样 要不然都变成很文盲 那文盲有什么问题呢 文盲就会导致怪力乱神 是不是 那有一些 有一些不正确的宗教呢 他就很会吸收啊 是不是 他就 他就 这个利用你的无知 让你以为 这个就是宗教 是不是 所以 变成说 我们没有基本的素养的时候啊 碰到 正或邪 你没有办法分辨 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其实 这里面呢 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我们平常在 在 这个正式的学校 领域里面你碰不到 你没有办法学习 那你就是在 除了正式学校之外 可能在家庭 可能是在你的 自己的 休闲娱乐 或者是你的朋友 一个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 你才会接触到 修行这件事情嘛 那 那 这样子呢 其实就 要很看缘分的 有的人缘很好 他身边都很多朋友 都有在学佛 那有的人呢 缘不好 他虽然呢 自己有想学佛 可是他身边有很多障碍 是不是 所以 他讲啊 笔诸善根 接离障碍 是不是 要 不但我们要有善根 而且这个善根 让我们 能够修行的时候啊 少一点障碍 所以我们想要做好 可是你身边的人希望你造业 你就很困难了啊 是不是 所以每个人都 都有自己的喜好嘛 那 那至于说 这些喜好里面 有的是 对自己没有好处 又是害人的 可是 一旦染上了 你就是很难啊 吃喝嫖赌 就是其实是很难 改掉这些坏习惯 好 那 我们能够呢 有这种因缘 本来就不吃喝嫖赌 有的人的体质 是不能吃喝嫖赌的 是不是 有的人是不能做坏事的 是不是 那 那这就是你的善根 善根因缘 所以呢 诶 比诸善根 接离障碍 然后念佛圆满 念法方便 念身尊重 什么意思 你碰 为什么要念佛 你想到佛 你就想到 叫做圆满 就是我们的心当中 最圆满的那个 叫做佛 自觉觉 他最圆满 就是你的完美境界 完美的典范 好 那念法 就是你会佛法 你会法 就是你会有很多方法 方便嘛 当你方法很多的时候 你的生活的区块 跟各式各样的人 你都能够很方便 所以所谓的方便 就是没有障碍 那没有障碍 然后念身尊重啊 就是 你想到有这么多修行人 你会生起一种尊敬的心 然后你自己也在修行的时候 你会常常会有一种尊重感 叫自尊 尊重感 那你如果身边都是造业的人 你就会轻蔑感啊 是不是 你会看到 这一些牛鬼蛇神 是不是 好 那甚至于有的呢 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私底下呢 是不是 你如果看到他私底下 都是那种 这个荒淫无道啊 你的心一定不会有尊重感 对人也不会有尊重感 是不是 对人的本质呢 会有一种怀疑啊 所以如果你常常呢 能够亲近圣生 是不是 这边讲的是 贤圣生哦 是不是 那 那我们 我们是凡夫生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有一天当贤圣生 好 那这是我们的方向嘛 我们大家都是 心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向往 所以这样子呢 就希望呢 一切的众生都有这种善根 好 常常让自己的身心呢 是在三宝的引领之下 让自己的心态一直都是很好 好 心得清净获诸佛法 及无量得净诸神通 舍法离念依教而住 好 如畏众生如事回向 为身闻辟之佛回向一夫如事 所以他这边有两种 一个是一切的众生 包括 贤圣生 包括身闻辟之佛 是不是 身闻辟之佛是什么 是小圣的罗汉 还有什么 圆绝 是不是 身闻圆绝嘛 那身闻圆绝这种人呢 他的修行的目标 叫做自我解脱 自我解脱 那如果你的心是想要自我解脱的 别人的事情呢 没什么重要 那无 这个什么 就是与我无关 那也是比较是偏向于自我解脱型的 叫身闻跟圆绝 那身闻跟圆绝两种根性不一样 一个是以苦地为入门 一个是以极地为入门 什么叫做苦地为入门 就是你的学佛修行的动机 是因为觉得很苦 人生无常 身体不好 或者是呢 你这个人际关系啊 或者感情啊 有一点挫败 然后来学佛 你想解决 想好一点 那这个就是属于身闻跟性 就是你在生活中感受到比较多的酷 那圆绝呢 圆绝就是你比较喜欢思考的 什么事情都很想要看清楚 到底这个因缘在怎么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你对人的一种习惯 或者是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流行的趋势 这整个大趋势呢 你很想要了解 很想要知道这个 为什么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这个节气是这样变化 然后人在这个节气当中 最近有 有奇怪的这种气流嘛 是不是 那你这个气流呢 一般人就是 这好烦哦 一直下雨 这就是苦啊 那你说A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年跟一年比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的趋势 地球在暖化 是不是 所以你就会去 想要研究 去看这个原因是什么 然后人 他的这个变化的过程 你想要看到那个因缘法 然后对每一个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人 你都很好奇 我们的缘分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 那你这会观察这整个缘分 有些时候是很巧妙 可能你做了一个动作 就会牵引到整个缘分的改变 也有可能讲一句话 就影响到从此之后 你们之间的缘分 那这种缘分呢 它会怎么变化 常常牵引法而动全身 你对这个很有兴趣 那你就属于声闻人 这个属于圆觉 圆觉这一类的 你的观察力会比较敏锐 那对人的心啊 有比较多的细致的观察 那这两种呢 如果全部 你的特质 你的目标取向 就是你想要解脱 自我解脱 那这就稍嫌不足 为什么 因为你只想到自己 是不够嘛 那我们观察人 菩萨也很会观察人 但是他为什么要观察人呢 因为观察人呢 是想要帮助人 要利乐友情 我们要了解这个人 所以有些人说 他很想要研究啊 那个什么斗树啦 研究这个星座啦 血型啦 他对这个很有兴趣 你为什么很有兴趣 那我就很有兴趣啊 那朋友有时候呢 会好奇啊 讲一讲茶余饭 后大家聊一条 聊很有话题 是不是 那你很有话题 你也是自己开心而已啊 但是如果呢 你会了这个工具之后 更多的人求教于你 那你可以帮助他 让他走出他的 一条人生的路 那这就是菩萨 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回向一切众生 希望他能够亲近 佛法生三宝 然后我们对什么 生文辟知佛 这种独善其身形的 的圣人啊 这种修行人 我们也希望回向给他 让他呢 能够发菩提心 所以目的是什么 所有不管你是什么层次的 通通要拉来跟佛一样 叫做等一切佛 全部都是一样 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 没有人不能成佛 所以以这个理念来讲 佛教不是佛教 应该是所有的人都成佛 所以佛不是只有一个宗教 佛教不是一个宗教 所有的宗教应该都是 可以说是佛教 是不是 所以但是呢 你这样子说人家会不开心 所以我们还是呢 又有各种不同的教 是不是 那各种不同的教呢 他也会各取所好嘛 是不是 那自己喜欢相应什么教 只要呢 他最后的结果 是通向旧禁法 那我们就 这个都无妨啊 佛陀没有要你要去 成为一个佛教徒 他就可以怎样 好像很得意啊 你看我的信徒最多 那我们最喜欢比较 有没有 每一次都在比世界上呢 第一大宗教是什么 是不是 那结果到最后呢 我们佛教是第三大宗教 是不是 那问题是第三大跟第一大跟第二大 有什么意义啊 那只是排名而已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佛教里面的这些教法 能不能够让我们就近成佛 所以这才是重点嘛 好所以 那我们不但呢 是回向给身文辟之佛 我们还要回向给谁 一切的众生 还要永离三途恶道 永离三途恶道 那专意请求一切总治哦 那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呢 能够成佛 然后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叫做请求一切总治 永不毁谤诸佛正法 那为什么他会毁谤 因为他不明白 他没有正确的了解才会毁谤 你如果正确的了解呢 他其实不太容易 会生起毁谤之心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会让人毁谤呢 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 这里面的现象嘛 他不能理解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那个他们都 那个家里面 他都都乱毁谤 毁谤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嘛 那我们去造成他的毁谤 我们也有 是不是 我们也有过失啊 就是没有办法让他正确的了解 是不是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 我一个居士 他先生就很喜欢看电视红法 但是他不是为了要学 他是为了要批评 所以他每次打开 然后就看这个师傅讲 然后讲一讲 他就说 一点道理都没有 然后他就在那边批评 说这样子讲 谁听得懂 这样子讲不合理 这样子讲怎么样 那他是片段的啊 是不是 他是随便打开一段 他是为了要做什么 其实他的目的 是要弃一个人 他其实不能 因为他怎么讲 那个里面那个师傅 他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但是他这样子讲 他就为什么 因为他太太学佛 所以他每次都故意批评 他最喜欢的师傅 所以呢 他太太就中招了啊 就每次一看到他先生 在批评他那个师傅 他就在旁边跟他吵架 两个人就为了那个电视上面的师傅吵架 然后你看最后呢 师傅还是讲他的法 结果呢 两个人就在佛法面前 两个人在那边吵架 你看到人家在批评的时候 你很生气 可是你的方法是用吵架的方式 而不是用方便善巧 那怎么办 以后呢 你再遇到他在毁谤的时候 哎呦赶快回去自我修炼 翻开华颜巾一下 把他回向给他 希望他能够永离毁谤 要不然你在这个时候呢 一直很激烈的去跟他对立 抗争 或者是甚至于骂他 你是都没有效果啊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痛苦啊 结果你真的就陷入那个痛苦 然后呢最后他还送一句说 啊修行有什么用还不是 学佛还不是发脾气那么坏 是不是 这果然就被他讲中了 真的是有道理 他也是在说佛法 其实他是知道我们修行 就是要不要起烦恼心啊 所以他是善知识啊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善在哪里 是不是 所以永不悔放诸佛正法 得佛安乐 身心清净正一切智 所以呢这边呢就是 以上呢就是在讲 所有的这个善根啊 就是要怎样 要回向 回向给谁 回向给一切众生 还要回向给谁 身闻原觉 要不要回向给菩萨 也要回向给菩萨 所以意思就是 全部通通都要回向 回向到哪里去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发起 求一切智 求一切智就是最后呢 是要成佛 要就近圆满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下面的部分 来我们来看啊 在这个 208页 208页 他接下来讲啊 菩萨摩赫萨所有善根 皆以大愿发起 就是 这个善根呢 就是要从 发愿嘛 发愿 那 很多人刚开始 学佛 不太知道什么 叫做发愿 那不知道的时候 可不可以发愿 可以啊 就说说 发愿啊 是不是啊 发愿久了 会怎样 他会内化 就是那个是一个习惯 就 我碰到什么事情啊 我就 先发愿 那至于 那到底是什么 后面 你就会慢慢越来越能够了解 好 什么叫做愿 好 那 那如果没有发愿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力量 带着我们走 那个叫业力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愿力跟业力 它都是力 好 那 愿力 是自己自发性的 业力是什么 业力就是不知不觉养成的习惯 好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怎样 哎 又就是依据 菩萨 要修行的方向啊 就教我们发愿嘛 既然一样要走 那就走我们 比较觉得好的方向 好 是不是 所以以愿倒行啊 好 那下面呢 他说有这样子的愿之后啊 好 西令广大巨竹 充满 好 来 接下来 他说 他就举例了哦 我们大部分的人 刚好就是这一段非常适合 因为我们在家嘛 所以 出家呢 像师傅这样子 他一定有一些比较强的规范 我们在道场里面 你高兴不高兴 你都得要做早课晚课啊 是不是 你不喜欢身体怎么样 你还是得要怎样 要来上课啊 所以最近呢 我们在禅院 就在流行 流行B感 B型流感啊 我们那个小师傅呢 有一个感冒的 小孩子的病毒很强 所以我们一 发现他感冒第一时间 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去隔离 免得他把我们全部都流感 可是呢 就还是呢 会就是感染到其中的一个 那个法师嘛 那我就说 谁感染都没有关系 不要感染给我 这样 好 为什么 因为我还要上课 还要上课 还要写论文 最近在写论文 然后那 那后来呢 我们就想要送去哪里隔离呢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男众法师 他是自己一个到这个道场 自己独居啊 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送去你那里隔离 然后他后来就说 我也很重要啊 怎么可以牺牲我呢 所以最后我们就找不到 就找一个单独的一个小房子 来隔离 那这个隔离了之后 我们就在想你看 这流行啊 他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一旦流感了之后呢 你几乎就是身体都完全不能做主 那如果这样子 他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是怕流感 我们是怕流感之后呢 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是不是 那出家师傅呢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什么 不管是身体怎么样 你还是要修行 所以有这个规范 那我即使今天感冒了 我还是得要来上课 是不是 所以有这样子的意念呢 他就会比较有约束力 可是各位 你如果今天有一点头晕啊 你就会怎样 师傅请假 是不是 所以 那你看 这种力量 约束的力量就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为什么说 出家容易成就 因为这被逼着 一定要去修行 是不是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可是人家 心情比你更不好的 来请法 你要不要跟他讲 要啊 还是得讲 讲一讲 发现 自己心情好了 当然不是因为看到别人很惨 但是因为在说佛法的过程 你会内训嘛 所以就会把这个佛法呢 真正的 很 直接的 在渗透到你的身口意里面去 那问题是我们自己在家怎么办呢 他就讲啊 菩萨摩赫萨在家宅中与妻子聚 是不是 家里面又有妻又有子啊 大家都在一起啊 好 那但是呢 你即使是在家中 依然呢 也要有一个典范啊 什么 谁是你的典范 唯魔结居士 是不是 唯魔结居士 室有妻子 常修犯恨 是不是 虽然你这家里面有 啊 有这一些家庭关系 所形成的这种 啊 人缘啊 可是呢 你的心呢 是不妨碍的 是不是 不妨碍的什么意思 你的心当中呢 随时随地都要发菩提心 那就是一个菩萨行的基础 所以我们就说 要未成战舍菩提之心 所以很多人说 我很难修啊 那为什么 因为我在家修 都是他们在障碍我啊 是不是 身体可以障碍啊 心是障碍不了的 所以我们常讲 貌合神理啊 可是呢 这貌合神理的意思 有好的貌合神理 跟不好的貌合神理啊 是不是 那好的貌合神理就是 你还是怎样 能够坚持众人皆碎 我独行啊 我还是有自己的一个 一方的亲近啊 我的内心还是有自己的愿力啊 那这就是我们在家修行 可以做的事情啊 所以正面思维 撒婆若静 撒婆若静啊 就是佛的境界 佛的殊胜的三昧境界 然后呢 自度度比 度谁啊 就是 所以七跟子嘛 是不是 所以最难度的 最需要度嘛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生会跟他们有这种牵扯不清的关系呢 一定就是一个缘分来的嘛 那这个缘分呢 是什么样缘分 其实有缘的人哦 其实都很复杂 就是我们也很有缘分啊 只是缘分里面呢 到底是好的缘还是不好的缘 很难说啊 要住在一起才知道啊 是不是 那能够已经住在一起的 就是有发愿一起要来修行 但是也有互相放不下的 这恩怨情仇嘛 好 所以既然如此呢 那我们就要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既然相遇 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相遇呢 是互相成长的 然后对方呢 也能够得到成长 是不是 自度度比啊 另得就近嘛 最终的目的就是大众 吸接解脱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就看 佛陀他的家族啊 最后是被灭族啊 可是佛陀很多人就说 啊你看 啊成佛了还不是灭族 是不是 好 那灭族是有他这个家族的一种树叶嘛 可是在树叶当中 他有没有去尽心尽力 有 他有去阻止 是不是 他有去劝那个琉璃王 好 所以不要去伤害自己的家族 因为琉璃王是这个家族里面 后来啊就是这个派出去的啊就是杯子嘛 到隔壁邻国去当王妃 结果生下来的这个王嘛 那后来呢 他因为对自己的母族啊 有很多的怨恨 所以当他成王之后呢 他第一个就想要灭掉他自己的这个母系的这一个家族嘛 那结果灭的过程呢 佛陀他有做了一些努力 是不是有去劝导他 那劝导这个琉璃王 可是劝导到三次以后呢 他就知道这个业啊还改不了 但是有人幸免于难啊 谁有八个王子幸免于难啊 因为佛陀回到家乡 有八个王子来出家啊 所以跟着出家 他们也是同一族的也是世家族啊 可是他们为什么 幸免于难 因为他跑去出家了啊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心 出家之后呢 自己离开了这个业力啊 离开业力就开始呢 就有转业的能力了 那不是说大家呢 一定都要跑去出家啊 但是你的心是要怎样 出离这个真正的业缘嘛 那怎么样出离真正的业缘 用愿力来出离啊 所以用愿力 所以以善方便画己眷属 这是最好修的地方啊 为什么 因为别人得不得度 你没有那么在意啊 但是你的家人 不得度 你就很辛苦 是不是 他会 你有一天不度他呢 他就给你找麻烦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去 想办法 想办法 让他也能够发菩提心 发菩萨志 所以我们有一个 菩萨呢 他很慈悲啊 他女儿在这个戏谷那边读书啊 他就给他介绍去 那给他介绍去 去学佛 去修行 那这其实是都很好的一个因缘 那令入菩萨志 令成熟解脱 那我们有时候呢 这个是我们的功课 可是因为自己还修到智慧不足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虽然觉得佛法很好 可是呢 奇怪 我明明这么好 为什么全家都只有我一个在修 只有一个人在 但是至少你还有在修啊 至少还有一个人在用功 不要说 哎 这个努力了好几年 发现没什么效 其实有效啦 只是呢 哎 那个效果 他需要长久才看得出来 有修不一定都能够得度 那没有修呢 更难了 是不是更困难 那当然还有一个缘分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得不得度 跟他的善根有一点关系 那善根比较浅薄的人呢 他就会怎样 就比较多的障碍 那善根深厚的呢 你不用度他 他自己就怎样 就会有一种亲近的因缘 是不是 好 那像师傅 就很喜欢度那个很有善根的 因为那个其实 你不用度他就得度了啊 可是你会以为是我度的啊 是不是 有一个错误的假象 讲一讲就开悟了 哇 我怎么那么会讲 其实不是 他本来就要开悟 但是我们遇到那个很有善根的人 你就会觉得 就好像呢 在弘法的过程当中 没有那么孤单 所以呢 这个这种就是善根因缘 那他为什么会有善根 就是在长久的修行过程当中 他的累积 好 这个修行是有累加性的 你所有的努力 他都会变成你的资粮 好 那那资粮越丰厚的人呢 就会越有这种因缘 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 开花结果 所以他讲啊 成熟嘛 是不是成熟善根啊 那有的人他说 他虽然有善根 可是他还不够成熟 他就会摇摆 还是觉得很好啊 可是 可是他又很害怕啊 怕这个修行 如果修太好 会不会不小心成佛 那怎么办 所以有的人会这样啊 很怕自己修得太好 如果想出家怎么办 是真的有的人 是会很害怕的 那那为什么 因为 其实在这个善根成熟的过程当中呢 哎 他还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 但是我们不要管 这些复杂的因素 他会怎么发展 我们只要问 我自己的这个心啊 菩提心 一定要能够不断的坚持 好 那有可能是什么 因为菩提心 就像种子一样哦 我们在一片田里面 撒进去的种子 可能你想要让 他发芽的那个 都不会发芽 啊 在那个角落没管的 那个反而发芽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所以奇怪 因为我明明要度的人 都都度不动哦 啊 那个旁边闲杂人等功 他竟然得度了呢 是不是 所以你要得度的因缘 其实很难说 但是他是同步的 同步的 他会 一个牵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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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哎 要怎样 要令成熟解脱 好 虽与同指 同指就是 同样住在一起 但是呢 心当中呢 以什么 以无所拙之心 好 以本大悲 处于居家 好 你看到这个程度 你在哪里都可以了 好 可是我们就是 程度不太好嘛 好 所以会需要什么 会需要 移植道场 先到道场去养成 这个菩提心 然后养好了 哎 自己感觉呢 比较有力量了 再回家去锻炼 是不是 刚刚开始都是这样 如果你在家里 还会起烦恼心 那表示我们这个阶段 是需要道场的 好 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常常让自己的心 就像在道场一样 有正念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现在在这边上课 是不是 都非常 看起来都修得很好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修得很好啊 回去的耶 那个样子可能不太能看哦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 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样啊 那是很正常啊 那 那我们就表示 哎 这个时候呢 自己还是两面人的时候 一定要怎样 常常来修行 所以这阶段是什么 这个阶段呢 就是六级佛里面啊 我们从礼级 是不是 然后明字级 然后呢 观行级 然后我们知道要观行啊 修观行 可是 修了之后呢 会有一点点像 有没有 叫相似 是不是相似 相似级就是 哎 有时候呢 你有像佛了 有那个样子 那个味道有 可是 内在呢 还不够 还不是真正有 好 那这个在什么阶段都是的 在出地之前 都是属于这种 就是我们有像的 可是还不够的 这个能够持久 好 所以才会呢 在 诵经 读经 听经 好 在道场用功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然后不用功的时候 又另外一个样子 是不是 这个是两边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 还在相似 但是还不是 到后面呢 就会开始什么 叫做分正 分正 所以六级佛的层次啊 就是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 到底在哪个阶段 可是虽然像 也可以说是 只是 那个是的时候 比较少啦 好 是不是 我们像佛啊 是像佛 至少你内在 已经有某一些部分 跟佛很像 你才装得像啊 是不是 你如果都装不 装不出来 那就根本就不是啊 好 所以要先从 假装开始 先从 外形像开始 好 先从谈吐像开始 好 那慢慢慢慢 到最后呢 你的心就很肯定 极心极佛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 就是我们 这家里面的眷属 其实他是我们 最好练习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没有练好 他也不会发现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 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不小心练好了呢 哎 他会说 咦 你怎么变这样呢 因为修行 怎么让一个人 脱胎换骨呢 所以呢 他是都完全 不会舍弃我们的 因为这一辈子 至少就 缘分很深嘛 好 再怎么样呢 哎 他都会 藏随我们身边 那 那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修菩萨行 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 这个修行的一个场域 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 所以你顺着他不是因为没办法 因为很怯啊 要不然或者是说 他没办法 他很执着啊 不是 是因为慈悲 你的慈悲心 知道他现在在什么情境 什么境界 什么障碍 好 那我们先怎样 先善巧化度 好 那先欲擒顾重 好 那而不是呢 好 为了要度他 每天就是强迫 一直开示 开示 开示 好 开示呢 你看 师父开示成这样 大家也没得度 是不是 那你跟不会开示的 这个出去的 把佛法讲坏掉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就是有很好的心 好 可是呢 就方便善巧 还不具足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就要记得 要用慈心 要用慈心 好 那要能够包容嘛 包容 在还不能够得度的时候 他在他的烦恼 脏壁当中 真的有些时候呢 还真的是 看不到他的 这个修行的善根 这时候你 也还是能够肯定 他是有善根的 他一定会得度 那这就是我们自己 对于自己的菩提心 有多大的信心 好 所以 于菩萨清静到 无所障碍 那很神奇的是 当你有 这种决心的时候 不再管 他得不得度 有时候我们都是 看着别人 说奇怪 你为什么 我修成这样子的 我这么认真的 你都还不 什么 如如不动 你为什么都不会受到影响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 注意力一直在别人身上 但你现在呢 我们把注意力放回自己 只问自己 有没有发心 不要问别人 所以别人 他有他的进度啊 是不是 有的人的进度是什么 有的人进度是摩登前女的进度啊 是不是 有的人摩登前女啊 他就一直都没有得度啊 是不是 他有一天 他就突然就顿悟了呢 是不是 那我们的进度呢 是什么进度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他不是不度啊 所以呢 诶 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啊 这摄利佛啊 他就跟佛陀讲啊 他说佛陀 为什么啊 我一直在你身边 我这么有智慧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帮其他什么菩萨 我看那个也没有修得怎么样 他为什么 他就是受祭成佛啊 是不是 我是智慧第一的弟子 你从来都没有受祭我耶 所以我一直在渴望说下一个应该是我 可是都没等到呢 还客宿有没有 他就是跟佛陀讲啊 结果佛陀说什么 佛陀说 我忘记了啦 是不是 从过去九远节以前 我有跟你讲 是不是 只是你自己忘记了 还说我没讲 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 这个题目不会写 我们都会说什么 都会说老师 老师没教 有没有 都没有说 老师有没有教 老师有教 但是你自己搞忘了 你就是说老师没教嘛 所以 摄利佛啊 你曾经发过菩提心 但是因为摄利佛后悔了 是不是 他退道心嘛 退道心之后呢 他的那个退失的那个心 把自己给蒙蔽住 所以只要呢 听到佛陀在讲发菩提心这件事情 他就自己把那个耳朵关起来 有没有 与我无关 那为什么与我无关 因为我们其实都只关心 我关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为什么很难 在生活当中成就 因为我们会觉得 别人发生的事情 跟我无关 所以你就不关心 好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 有一个因缘 就是在这个 禅宗祖师的开示里面 有一段 我们自己就要很有体会 有一次啊 这个摆上禅师的弟子 来请法 好 结果呢 这摆上禅师呢 就跟这个弟子呢 开示啊 他问的问题呢 来这个如实的回答 结果最后呢 这个弟子啊 都听不懂啊 可是旁边的适者开悟了 有没有 为什么 你当适者 要怎么当 有些人哦 当适者哦 就是只有负责当适者 什么当适者 就是他就坐在那边 就是站在那边呢 奉茶 然后呢 就在旁边呢 帮忙呢 协助一些 杂物 可是你是在 说法的人身边当适者 有没有 像阿难也是 他就是负责当适者 他就可以听这么多法 可是他一直不觉得 佛陀是讲给他听 所以当 他听到别人 在讲什么 讲什么的时候 他都记起来 可是他没有拿来用 那如果你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适者 你在这个别人在说 他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将心比心 你进入他的世界 你把他当成是你自己 所以 那这个时候呢 他所听到的法 也会同样听到你的心里去 你就会开始产生 有所体悟 所以文书菩萨他讲啊 为什么一个人 他会有智慧 他的智慧来自于 他的学习态度 每天发生的事情 他都当成 这就是我的生命中 会碰到的事 是不是 那别人家的故事 他就会变成我的故事 别人的体会 就会变成我的体会 那别人不能体会 我也能体会 那因为你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 你修学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必有其原因 而不是只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从看戏的 要变成怎样 真正的从这个戏当中啊 要体会 这个戏呢 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绝对不会跟别人有 都不是别人的事情 这是跟我们有关系 那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在居家当中 亦能行菩萨道 是不是 就会开始呢 在这个过程叫做 无所障碍 障碍是来自于 你认为这个与我无关 来自于我向你 才会有障碍 是不是 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忙别人的事 是不是 有些人是这样啊 你们这些讨债鬼 我都没有时间用功了啦 因为每天都在忙你们的事 是不是 要来学华严经 华严经不是叫我们要行菩萨道吗 啊怎样行菩萨道 所以有些人呢 来道场哦 煮饭煮得很开心 可是他每天呢 在家里面呢煮得一肚子火 是不是 为什么 啊因为来道场呢 叫上贡 上贡十方佛 中奉诸圣贤 夏季六道品 你的供养的心呢 其实也是煮 煮给这一群人吃啊 是不是 五六个 十个 二十个啊 好那也是一样在挑菜啊 好 可是在家里面呢 也是五六个啊 可是你的心里面一直想什么 好 这个 这是讨赛鬼 讨赛鬼是不是 所以呢 你的心情呢 就会影响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把这个家里这个事情啊 当成是上奉食方佛 好 你们家每一尊都是佛祖 好 那一定怎样 很开心 是不是 好 是每天都在做 啊 这个行菩萨道的事情啊 所以呢 哎 于清净道 无所障碍 那第一个 必须要先把身边的人当成是菩萨来对待啊 要不然我们很困难啊 是不是很困难 在家里面如果都是业障鬼的话 那你就都在业障 残身的 所以呢 菩萨摩赫萨虽在居家做诸事业嘛 未曾赞舍一切至心 还要记得哦 我要有智慧 是不是 我们要用智慧 好 在家里面 否则呢 每天都是 好 这同样的事情 做了几十年 家里面绝对没有人跟你起一个感恩的心 最多就是母亲节跟你包一个红包而已 是不是 啊 那个红包也是师父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 你只是代收 是不是 好 所以 好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心意呢 我们希望什么 不是只是 这在逢年过节 略表一些心意嘛 可是呢 因为在家 我们其实不会每天在这边讲 我感谢你啦 我爱你啦 你说每天都要讲的 反而反而怎样 见外的啦 那个应该是有问题的 才会开始讲 所以呢 我们每天都有智慧 但是我们不会一直告诉人家 我有修行嘛 是不是 真正开始修行 刚开始修的人 才会看起来很像在修行 因为他改变很大 因为他改变很大 什么吃树啦 然后呢念珠啦 挂了一身 有没有 还穿着中山装走来走去 穿着居士服嘛 因为他要用这种方式来代表他的改变 可是修修修修到最后呢 他已经不会嘴巴一直讲是佛言佛语了 但是他讲出来的话都是佛言佛语 是不是所以未曾暂舍一切置心 当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智慧 你不需要再讲你有智慧 是不是举手投足都有了 所以呢 诶这个若着衣服 有没有 若淡滋味 若服汤药 枣树涂抹 回旋故事 行住坐卧 身与一夜 若睡若雾 还举例耶 有没有 睡觉也好 醒着也好 行住坐卧也好 穿衣吃饭也好 乃至于呢 洗澡 诶 有没有觉得感觉有一点点的相似 有没有 前面呢 在进行品已经教我们怎么样在居家的时候用功 有没有 刷牙的时候要当愿众生 睡觉的时候要当愿众生 起床的时候要当愿众生 忘记的要回去 记得把它背起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开始 华严经就希望大家 把那个当愿众生的把背起来 你说师父 我都背不起来 不是 那是因为你都没有背 你如果每天有背四个字 我们那时候不是要求吗 其实你这一天呢 不要背多嘛 一天背八个字 两句嘛 而且还有 你看 还有一个 一句是不用背的 有没有 就当愿众生 不用背啊 是不是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一下子就背起来了啊 为什么 常常念 常常念 所以 这个当愿众生 之后呢 就是以愿力导行 你没有当愿众生的时候 就当夜了啊 所谓夜流转 所以他举例 若着衣裳 若诞滋味 若服汤药 等等 那这一段呢 就非常好 这一段要把它揭露出来 这就是我们居家修行 如何行菩萨道 如是一切诸有所作 心常回向 萨婆若道 就是常回向佛道 好 系念思维 无时舍离 未欲饶意一切众生 好 所以回去呢 要把 那个眼镜换一下 好 以前都是戴眼镜 看到众生的业障 是不是 家里面的人 一辈子就是那个死样子 就很讨厌 对不对 每次讲话就是那一套 所以你不要再讲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说话 啊 他就是一辈子就这样啊 你叫他一辈子不要这样说话 不如怎样 你就改不了他 你不如呢 你可不可以一辈子不要这样听了 是不是 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听 我们每次一听就起烦恼 是谁在痛苦 是不是 所以自己在痛苦啊 所以我们把那个眼镜换掉 换成什么 换成菩萨的眼镜 菩萨的耳朵 菩萨的鼻子 菩萨的心 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去看的时候 哎呀 你就会发现 也是很可愛啦 还不错 未遇饶益一切众生 你遇到呢 这个障碍很重的人 你的家人里面呢 烦恼很重 他就是你度的对象 那遇到呢 那遇到呢 同参道友 那就是你的幸运啊 是不是 所以幸运呢 是我们大家共同 志同道合 一起来修行 所以我们有很多夫妻党啊 一起来用功 很幸运啊 母女党一起来用功 你看那个儿子 国小才毕业就被妈妈带来了 你看多有善根啊 是不是 他的出现呢 就降低了我们的平均年龄啊 是不是 我们都很需要的这样子的 好 那他有没有听懂 他你看人家这么小就来听了 他一定比我们懂很多 是不是 因为他不是在听懂那个字 他是用心在听啊 你看 这是 这是不是就是菩萨 然后你看 一起来修行呢 这是一种互相 结到一个善因缘 如果呢 他都不来的那一个呢 那个就是更好 他就是我们学习 最好的一个对象 度众生要有练习的对象啊 是不是 不怕拿家人来练习啊 是不是 对其他的朋友 你都会愿意很有耐心的说佛法给他听 那这对家人呢 你就失去了那个耐心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先给他预设立场贴标签 这个人没救了啦 不可能 是不是 我们都先贴标签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不可能 是不是 连我们自己都有可能 怎么有可能 别人会没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怎样 要饶意 饶意啊 希望他能够利乐 有情啊 那尤其是如果你的家人是很优秀的 我们希望他更优秀啊 更优秀他如果有菩萨心 他就会可以真正的利乐友情 至于 至于方法是什么 我们常常坏的因缘是因为我们开口闭口都讲那个人家听不懂的 有没有 就是那个名词啊 那名词要先拿掉 所以你每天都跟他说你的阿赖也是要小心 你怎么听啊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要用佛法的名词好像不太容易我们要转换一下我们的那个名词要让别人都听得懂啊 要不然呢我们的佛言佛语遇到这个沟通不良的时候我们的佛言佛语就会变成沟通不良的很大的障碍 所以呢要怎样好我们要饶意一切众生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啊 好要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啊 所以菩萨就是这样千百亿化身 应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 是不是好那问题是以合身 那你得要先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喜欢什么身才能够真正的饶意饶意有情 那有人说他都喜欢喝酒 那我是不是应以喝酒生来跟他一起啊 是不是 如果说问小孩子你最喜欢什么 他会跟你说我最喜欢玩电动玩具 是不是网路游戏 你可不可以慈悲一点通通送给我 那我们就要知道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坏习惯 有一些坏毛病是我们把它养成的 是不是 那现在突然一下就要改 要慢慢去调整 慢慢去调整 所以情修诸善普就一切 这些善根里面呢 还是要让他怎样 我们要有选择啊 要离苦得乐的才是好 而不是哎呀 要给他快乐 那他喜欢什么 不好的习惯全部满足他 这样也不会是对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情修诸善普就一切 永离一切 娇慢放逸 决定去于一切之地 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心的时候呢 你在家里的修行啊 就可以精进了 是不是 他一念都不会走作 叫做不放逸 好一念都不走作 那绝不发逸 向于于道 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 智就是一定是目标 是成佛 不要想 哎呀 我这一辈子哦 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好 或者是 哎我要赚钱就好 那个目标太短 只有人天福报 那或者是 哎呀 我不要理你们了 下辈子不要再来结缘了 那这个叫什么 声闻缘觉 那我们要怎样 纠缠到底 对不对 没完没了 因为你不成佛 我绝对就不要放过你 是不是这样 那以前是怎样 以前都冤冤相报 就互相纠缠 现在呢 是要这个 以德报德 以怨报怨 不是 我们要用菩萨型来引导我们所有有缘的人 大家一起全部修行 所以为什么菩萨 地藏文菩萨 他一直跑到地狱啊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那他去地狱 是因为放不下地狱的众生吗 是啊 因为他发愿了嘛 所以我们会一直来说佛世界 其实我们是有愿力 只是你不知道你的愿力 你以为那是业力啊 好 所以呢 现在呢 决定去一切置地 终不发意向于余道 如果没有愿力 你是没有办法读华严经 是读不动的 甚至于连读都读不到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一开始 就是碰到的就是这个大圣经典 那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是这个结缘到一套华严经 那结缘是怎么回事 那结缘是因为他有一次去 那个道场 然后去柜台 结果这柜台呢 那个师傅呢 一看到他说 你要不要华严经 这样 第一次认识呢 就问他要不要华严经 然后他就带回去 带回去之后呢 他就一直摆在那边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华严经 结果呢 后来啊 有一个朋友到他家 就跟他募 一定要不要印华严经 什么华严经 他说就是这样啊 拿照片给他 他觉得很面熟 原来他已经家里面已经有一套了 他都不知道 那结果呢 他就看到了这个 就觉得很有缘啊 然后呢 他后来啊 就被调到这个美国去 他调到美国去 在美国呢 就看到了 师傅又去讲课啊 他的email里面 就收到了一份那个 那个师傅讲课 一看呢 嗯 啊怎么再讲 要讲华严经 他就来听 一听 发现嗯 就是他家里面的那一个 所以这个缘分很奇怪哦 他在台湾哦 都没有看 他就跑到美国 然后呢 去美国的那个道场 你看 这个 这个缘分哦 就是这样 就是好像如影随形 一直追着你 一定要让你读 好 所以我们会读到 这个华严经哦 他就是我们有素式的 这种愿力 才会 有这个机会看到 好 我们知道 在佛陀的 整个开示当中啊 第一部讲的 就是华严经 那华严经是属于什么 就是佛陀来到 这个娑婆世界 他要看看 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 到底是不是能够接受 殊胜的法 是不是 第一个 他要讲 佛的境界 听懂的 就会出现嘛 就冒出来嘛 听不懂的 就塞掉了啊 所以第一个阶段呢 他叫做拟移啊 就是演你一下 模拟一下这个根性 是佛陀来 娑婆世界啊 这娑婆世界到底 是谁 谁修得好 谁修不好啊 不知道 然后他就先讲 华严经的这个法 华严经的法呢 听懂的 相应的 就是菩萨 那这个菩萨出现了 菩萨团队出现了 接下来呢 他就可以去帮助 那个听不懂的 或没碰到的 是不是 所以呢 佛陀在度众生的时候的策略是这样 好 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一班 是要来学数学 那不知道大家的数学程度 好还是不好 那要测程度啊 是不是第一天都要先 怎样 发一张卷子下去 大家就来写嘛 写题目 那发的卷子 是出1加1等于多少 1加2等于多少吗 那这样子呢 测出国小程度的 对不对 所以要 要既然要测 要测什么 要测什么 开根号啊 要测微积分啊 这样发现呢 全班只有一个会 是不是 那全班也 其他呢 都不会 这样子有 有没有好处 有 因为那一个 就是你以后的助教 是不是 所以佛陀呢 他度众生的时候 他要讲最难的 最难的 连最难的都听得懂 都有听到 那大家呢 就变成什么 这个叫做菩萨嘛 就是助教 是不是助教 所以各位 你不要想说 师父 好 那上一次秀灵问 师父 这个华言经 谁能听啊 是不是门口要有一个 那个测验啊 是不是 先考 考你的佛学程度 佛学程度够的 才可以来听 华言经 好 我就跟他讲啊 他说 其实大家能够 进到这个教室 已经被考过了 是不是 好 那你 没有这个福报的 没有这种善根的 没有这种会根的 没有这种愿力的 连进来都没进来 是不是 好 那 你不要想说 哈 那我们全班都是 就是都是会的 是啊 因为你要看比例啊 全台湾跟各位 这一班比起来 你们是不是就是 那个全班 只有一个的 说博世界就只有一个 就只有两个 那个比例啊 比例 我们才 这个好 30个 30个够不够 30个不够 所以那30个不够 因为30个要度什么 要度现在的几亿 80亿人口 那还得了 是不是 根本就不够 所以还要更多 所以华严经呢 是先从种子教师开始 那种子教师呢 会散播在哪里 散播在世界各地 那我们就是属于种子教师 是不是 属于种子教师 那我们是种子啊 种子要成就 那老师呢 他的历练会更多 所以当他的历练更多 他的考验更多 他的资粮会更多嘛 好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 就在教我们 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 佛陀很好的 种子教师 好 那这个阶段呢 叫做常观一切诸佛菩提啊 那因为种子教师 有很多种样式啊 有的是在家 有的是出家 所以佛陀呢 前面就教出家 犯恨品啊 你应该要用什么心态啊 现在呢 又教在家 为什么 因为回向会怎样 好 我们 这个刚刚开始修行 从在家的心 要回向往出家的路 是不是 出离嘛 好 那等到你出离烦恼了之后 你要不要再回入娑婆 是不是 那回入娑婆 看起来 好像返回红尘俗世 其实他就是 回到什么 回到娑婆世界 你怎么修行 那个叫做回向啊 是不是 回小向大 好 那回小以前就是独善其身 遇到这些烦恼 先把自己管好 躲起来 好 现在要奸善天下 奸善天下 你要怎样 当然就要回入这个天下 好 所以呢 这个叫 这个回入天下的这个过程 所以在石灰相品里面 开始呢 就教我们 应该要用什么心情 好 在家 好 在家 那常观一切诸佛菩提 勇舍一切诸杂染法 修行一切菩萨所学 于一切智道 无所障碍 住于智地 爱要众习 以无量智 及诸善根 这些都是修学的方法 在家修学 好 我们要 自己的心 常常要告诉自己 我要成佛 好 成佛 那要成佛 要学习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有很认真学习 送菩萨 这个菩萨的经典 送读大圣经典 好 所以像我们那个道长啊 哦 他那个 现在刚刚加入我们的华言群组 都很恐怖的 好 他那个回向 一次的回向石卷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上 上海有一个居士呢 好 他 他都怎样 他说 他要送送送送到 一步送完再一起回向 他想要吓人 这样 好 是不是 好 那那每天送半卷的 都不好意思回向 好 那那其实每个人的进度都不一样 好 那我们在修学的过程 你念一遍就有一遍的心得 念两遍就两遍的心得 好 这因为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 非常的精髓 好 我们有时候呢 说 基本上 我们在听法 有两种心 一个是意识脑 就是我们的第六识 意识脑呢 听师父讲会比较懂 有没有 因为我讲的是人话 所以大家就会比较知道啊 讲一些 扯一些有的没的感觉 好像比较听得懂 是不是 那是意识脑在学 可是意识脑学习的很有限 他学习的很慢 所以我们还要用什么 用潜意识 那所谓的潜意识呢 其实是用我们的阿赖耶识啊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真心 那真心来 来熏修佛法 那很简单 就是直接呢 把原汁原味的灌进去 有没有 那个装那个程式啊 装程式啊 我们的电脑里面呢 最简单的就是把别人的资料 copy过来 所以这样是最快 那你要自己写哦 很慢啊 所以自己写的 就是意识脑 经过你的意识去消化的 那这样子的读呢 其实我们会被我们自己原有的经验跟知识障碍 就是我们 你看像我们这个华严经很可爱哦 这诵经的人哦 随着自己的背景不同 那 你看我们在诵的时候呢 相应的不一样 那像那个 那个上一次我们那个 那个玉柏的先生 那个姚敬明啊 他每一次呢都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是学那个理工科的 所以他每次都用量子力学来读华严经 那量子力学的角度 所以他看到那个菩萨都是 哦 这个量子跟那个量子 都被他转换成量子力学的语言 结果他用量子力学来教我们华严经 我都听不懂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量子力学的概念啊 但是他就觉得这样子很通 很快就能够理解 那我们 那个日本的那个 那个小姑娘啊 上一次也来一起上课 他就是用他就是那个做那个手游的 就是电动玩具的嘛 哦 他就用电动玩具的语言来读华严经 是不是 他说哦 我这华严经的设定 哦 这是设定的这个世界 比那个创世纪还要好 比魔兽世界还要精彩 比魔界还要好看 是不是 所以他就把华严经当成是一个设定 然后里面呢 菩萨就是一个角色这样 好 那我们 可能做生意的 我们就会 哎呀 读华严经就是用生意的头脑来算 那有的读艺术的 他就说 哦 你看 这个色彩真是缤纷 所以我们其实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阅读啊 那像师傅是用什么 用佛法 所以我们读了很多经 然后用这个禅宗的角度来读这个华严经 所以我们都有一定的偏见 就是我有一定的这种知识嘛 我们的知识库里面去读这个经的时候呢 它是有限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有 要变成无限 好 就是诵读的过程 直接送念 好 让华严经整个内容呢 直接注入到我们的八识田里面 就熏修 直接copy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念到熟悉 然后送念到怎样 可以背 叫送嘛 送就是可以背 那些字句他会自己进来 好 那这时候你自然就会有一个 整体的概念 好 整体的概念 因为他一句 他衍生无量意 好 那所以呢 你看他讲 常观一切诸佛菩提 勇舍一切诸杂染法 好 什么是杂染法 所以有些人喜欢看一些 好 什么漫画版的啦 好 或者是一些夹杂 好 什么 夹杂很多 这个 开示 好 什么开示 来夹杂一些故事 好 那的确呢 这是好看 好看 可是好看看完了 你还是不懂 是不是 因为夹杂了很多讯息 这个讯息不纯粹 好 那我们有夹杂很多什么 不外乎就是我们的恩怨情仇 我们夹杂了这些之后 反而让我们的学法 不够纯粹 好 所以呢 要先把原有的这些杂染 原有的这些烦恼 原有的这些 这个意识的这种分别心啊 先放下 然后直接呢 用我们的菩提心去修行 不要预设立场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才会 很好的修 修行一切菩萨所学 于一切智道 无所障碍 助于智地 爱要送喜 以无量智 集诸善根 好 那再来呢 他先讲啊 他说心不炼乐 一切世间 他不炼乐 不表示我们没有乐 但是没有 有乐 但是我们不炼 好 就是不会执着 不会执着 那不表示 我们就一定要怎样 有的人为了不要执着 所以就会拒绝 这一切的因缘 好 所以刚刚开始呢 修行 哎呀 师傅啊 我都不喜欢去应酬了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应酬呢 就是讲一些应酬话 好 那的确是这样啊 刚开始呢 哎 想要安静 想要减少这些 世间的这些活动 好 那有一段时间会 比较有宅男 宅女倾向 好 这是正常的 好 那 那如果你说 哎 都没有 我都没有 那你还没开始修行呢 好 刚开始有一段时间 会想清静嘛 但是清静到后来呢 你的心已经还 哎 有一定的稳定的时候呢 要开始怎样去思考 刚开始的修行是从假入空嘛 执着假 然后现在呢 要先进入空 去体悟这个空 但是如果你这个空呢 变成一种执着之后 这个空会障碍你 所以要从空出假 真正的自在是 静中也自在 啊 动中呢 要看看自己能不能自在 是不是 那个心不是 没有人的时候才修得好 那怎么办 你一定要接触人 接触人又起烦恼心 表示你没有真正的 掌握好这个心 所以呢 A就是开始要进入这个世界 从空出假 从空出假 在这个假友当中呢 练习 能不能够保持 哎 这个如入无人之地啊 是不是 修行修到最后呢 其实没有境界 还有境界 表示你的心攀缘了嘛 才会跑去 然后这个境界上 又再起分别心 所以所有的境界 是借近厌心 来看看自己修到哪个阶段 这时候呢 你就会 不会去练着一切世间 然后就很自然而然 你就会超超越 你原来有的一个 这个生活的 一般的见识 一般人他不外乎 就是烦恼这些事情 但是呢 当你练好了之后 你回到原来的生活空间 你的情境 还有你的眼光 还有你的态度 都会不一样 所以专心受持诸佛教法 这时候呢 就是在家 也是出家 在家也是出世行 也是佛的行 所以菩萨如是处于居家 普射善根 令其增长 回向诸佛 无上菩提 所以这一段呢 就等于是 佛陀啊 特别指导 我们在家修 用什么样的心境 那这是 我们在这一段 非常重要 因为他这一段叫做 等一切佛嘛 是不是 等一切佛 那既然等一切佛 谁是佛 每一个人都是佛 那每一个人都是佛的时候 我们用佛的那种心情 在生活中修 那很快呢 就会成就 他说这个善根累积是最快的 那你说要等到多起来修 很多人都是在期待退休 有没有 其实退休 修不太动 因为退休没有境界 退休之后离开了你原来的境界 那你要真正的修 就不太容易 所以呢 不要退休 永远就要一直 在说佛世界 一直用功 那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回向诸佛 无上菩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 后面 还有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的下一餐 我们来继续看 因为这一段 等一切佛回向 他的对象是谁 对象是众生 那所以呢 他就有把这个众生 先从菩萨 然后声闻 圆觉 然后一切众生 来做一个分类 好 接下来呢 他讲 我们有会发心的菩萨 还有不会发心的三途二道的众生 就是他虽然有菩提心 可是他很需要被救度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尽自己的随缘的姻缘 因为我们有的人家里也有养狗啊 养宠物啊 或者是这个身边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姻缘 会遇到一些畜生 所以他现在就教我们要发愿 菩萨耳时施语畜生之时 一团一粒 闲坐誓愿 要怎么样教众生 就是 此等众生 舍畜生到 所以有些人很爱狗 在狗狗往生了之后 他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小白你一定要再回来做我的小白 完蛋了 够衰的 发错误的怨 所以你说 哎呀小白你终于解脱了 恭喜你 赶快去阿弥陀佛那边 记得不要一直回来当小白 要舍畜生到 利益安乐就近解脱 永渡苦海 永灭苦寿 永除苦运 永断苦绝 其实三途恶道的众生的 所谓他叫做恶道 因为他的心中的苦比较多 是不是 你不要说不会呀 我看我家小白 都 吃好腿腿 吃好 背背 结果腿腿 真的 因为出生到就是腿腿 他就不能分辨嘛 所以他遇到好的主人 他可能养尊除优 可是不自由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个 那个狗明明是公的 还把他打扮成母的 很可怜 角色错乱 是不是 那个头上整个满满的都是蝴蝶结 他会开心吗 你都没有问他 他没有自主权 主人想把他打扮成什么样子 那个毛 把他剔成那个样子 他会舒服吗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因为他就是被 是依附性的 他是被熏养的 所以遇到什么主人 就是什么命运 那至于好还是不好 他没有就近解脱的机会 你说不会啊 我家狗都有跟着吃素 那是因为他没办法选择 有有有 他偶尔在念经的时候 他都在旁边听 是不是 那听呢 他就是重重善根 那至于有没有就近的去解决他的苦呢 恐怕比较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帮他发愿 发愿回向给他 希望能够不要再继续 在这个因啊 跟果当中呢 一直是 畜生到是鱼吃为因嘛 他不知道有更好的 不知道能选择 那人为什么可以修 因为 这有一个人说啊 说因为人啊 有打妄想的能力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未来嘛 所以当你想到未来的时候 你就会希望 我希望更好 所以依着这个对未来的想象 你会想要努力 好 那还有你会懊恼过去嘛 是不是 所以你会想到过去 好 会想到未来 可是众生 畜生就是什么 本能啊 他不会规划 他明天啊 他只会说今天这一餐有得吃 明天呢 再找 再找 他就每天就在那边找 所以他是依据本能跟 他对未来有规划 其实不太容易啊 是不是 你问那只狗说 请问你对你的明年有什么规划 这很困难啊 他连明天都很不知道 所以 所以呢 他因为这样子的无知呢 所以他变成不失处理 他也不知道不好 那 我们的 这个现在啊 人道 虽然会苦 你看到 哎呀 你会担心无常啊 你会觉得 人生呢 很短啊 或者苦多乐少啊 但是因为有苦受 所以你会离苦得乐 有那种因 然后你会去探究苦因嘛 那众生 他就不见得都有这种因缘 所以苦惧 苦行 苦因 苦本 极诸苦处 希望 这些众生 畜生都能舍离啊 愿比众生 皆得舍离 菩萨如是 专心细念一切众生 以比善根 而为上手 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会 祝福这些众生 因为你还是相信 众生还是有善根 所以 当我们唤起 众生的善根 人是很明显的 好 你一直相信 好 你一直被 当成是 佛对待 你会不会越来越像佛 会 可是你一直 被人家当成奴才 对待 你会不会 好 慢慢那个奴才的性格 就出来了 小李子 好 每天都在当小李子 小李子久了 他就渣而已啊 是不是 就习惯性啊 所以你如果说 一直当佛 其实因为我们的 我们残怨有 两个小朋友 小师父 小师父就是很明显 其实小师父就是 我们的心里面 很直接的反应 因为你只要称赞他 他就 哇 飞起来 然后表现得很好 是不是 因为你一直说 他是佛 他就越来越像佛 你一直说 这个高四小子 习气那么重 他就会越来越 真的是 所以你所讲 所以呢 我们对一切众生 你如果相信他是有善根 你会引导他 好 那另一切众生 接得舍离 但是你一直把他当成 畜生就是畜生 畜生就是畜生 是不是 那他就会一直是 活在这种 这种状态里面 所以以比善根 而为上手 最重要的 我们要广度一切众生 一定要先看到 众生是有善根 肯定这个善根 是可启发的 然后呢 这个善根呢 是叫做回向一切智 叫做就近善根 好 就近善根 所以 以为其回向一切智 菩萨出发 菩提之心 普射众生 修诸善根 吸引回向 好 所以这是我们 可以回向一切众生 好 那回向之后呢 玉令 涌离 生死 旷野 得诸如来 无碍快乐 出烦恼海 修佛法道 磁心遍满 卑力广大 朴实一切 得清净乐 守护善根 清净善法 所以要离开这些痛苦 好 而能够 好 清净佛法 那能够清净佛法呢 那那真的就是 很有善根 好 所以我们能够 清净佛法 又深入佛法 就善根当中的 无上善根 好 所以出谋境界 入佛境界 断世间种 直如来种 好 所以不要再轮回 但是不要再轮回不表示不来呀 你可以来 但是承愿再来 好 跟我不想来 不得不来 是差很多耶 是不是 那已经来了 我们为什么既来之则安之 因为无奈呀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 现在世界之大 随你去 你有这个能力 你不会说我不来了啊 是为什么你会厌恶这个地方 是因为你的自由度很低 人是这样啊 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只能在这里 你一定会怨恨这里嘛 但是当你跑遍全世界 你哪里都能去 你最后会怎样 我还是觉得 金窝银窝 不如我家的狗窝 为什么 因为你的自由度高的时候呢 你就会随你的缘而去 而不是只是 在这个 无奈的一个因缘当中呢 你不得 没有其他选择 所以其实在这边呢 菩萨摩赫萨 他的世界是很广大 你也可以不 可以去 也可以不去 所以有些人问说 师父 你们修禅哦 你们是不是都不要去 阿弥陀佛那边 是不是 我们都要去极乐世界 阿你们不是说没来没去吗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那你这要修场 会不会没有地方去啊 哈哈 是不是 好 没来没去就是什么 没有来去之向 不是没去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啊 为什么不能去 我们能去 我们哪里都能去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去 也可以选择去 这是因为自由的问题啊 好 那我们说啊 这个 这个如果呢 我没有发愿去 那个净土 会不会不能去啊 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啊 好 是不是 你说 哎 我发愿啊 希望蒙佛接引 就是哎 跟佛陀 先讲好 你一定要记得 我是有想去的 是不是 因为 阿弥陀佛要广度众生 也要先看 尊重你的意愿啊 好 那我们有时候呢 自己没有那个意愿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个缘嘛 所以我们是随着自己的意愿 随着自己的愿力去的 好 随着自己的愿的时候呢 来来去去 都不会有障碍 那就叫做自在啊 可是去也是反导 不去也烦恼 那就是业力啊 好 所以呢 菩萨摩赫萨如是 以及当即 现即善根 吸引回向啊 回向什么 回向 成佛种志 是不是 回向一切志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就在讲啊 好 所有的行都修好了 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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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很忙了啊 有没有 看到畜生要怎样 哎呀 回向给你啊 看到 我们家人也要 回向给你啊 看到修行人也要回向啊 是不是 修行人有 身文 圆觉 菩萨 我们也要回向 不修行的 这个众生 我们家里面的家人 也要回向 然后跟我们很亲的 这些畜生到的 碰到也要回向 那你是不是就好忙了 每天每天就这样回向 好 但是回向了之后 最后还要回向什么 我们记得哦 第一个回向成佛嘛 第二个回向一切众生嘛 好 一个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第三个还要回向 实际礼地 叫做真如 所以接下来 就要把回向的这个像啊 要舍离 是不是 度了一切众生 而不执着众生像 成就无上菩提 而不菩提可求 好 所以前面是随向 有没有 随向行 就是有对向可修 现在呢 还要把这个随向行 怎样 离向 好 离向 否则我们就会怎样 好 会患得患失 好 哎 明明就要度众生啊 哎呀 我家里面的人 如果他有改变 你就 哇 太开心了 那如果没改变呢 气死了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执着 你一定要 度众生 这个众生要得度 就执着一个得度之相啊 好 那这样子地藏王菩萨 应该是第一个心脏病 我度那么多出来 还那么多 又走去味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要怎样 哎呀 就要度到哦 不会手软 好 那还真的要有后面这个态度 要不然哦 你一定会行菩萨道 行到最后哦 就会 感觉很没有成就感 是不是 好 因为呢 众生无边是愿度嘛 好 表示你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还有没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要得度 哎呦 怎么会度不完呢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哎 附作试念 如过去诸佛菩萨所行 恭敬供养一切诸佛 度诸众生 令永出离 勤家修习一切善根 是不是 好 那 全部呢 所修的一切的行 最后还要什么 回向无所拙 叫做回向实际 回向实际 离向回向 就是回向实际 真如自信 无形无相 好 不要产生执着之心 好 所以要离一切相 好 不依色 不依受想行事 好 是不是 我们是 哎 离一切相 包括色相 色法 还有什么 心法 是不是 有时候呢 哎 我们会执着感受啊 现在修行呢 修得很好 很快乐 会不会执着快乐 会 哎呀 现在很痛苦 会执着痛苦 会 好 所以苦也好 乐也好 苦受乐受 他都是虚妄的 好 那至于 有没有发喜 有的人呢 有了一瞬间的发喜 后面呢 执着那个 前面那个发喜 变成不发喜的 所以修行本来就是 有苦有乐 但是这些苦乐的感受呢 是 在什么 好 在这个 自己的修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历练 那你要借由这个历练呢 再回向 好 回向到无所拙 好 无导想不做行不取事 好 色受想行事 要怎样 照见五蕴皆空 好 五蕴皆空 否则呢 会苦哦 好 所以 以照见五蕴皆空之因 才能度一切苦恶 好 那 这是第一步嘛 好 第一步 所以度一切众生呢 我们很容易会患得患失 是不是 我们常常会说 哎呀 众生得度我很开心 那众生不得度呢 我就苦恼了 那苦恼跟快乐呢 你所建立的观念 是执着的观念 他就不究竟 好 所以要不依色受想行事 还有舍离六处 好 不住事法 乐出世间 好 知一切法皆如虚空 好 就是要能够再进入 我空 然后法空 好 我空跟法空 知一切法皆如虚空 无所从来 不生不灭 所以最后呢 叫做 住于实际 实际礼地 实际礼地 好 如是深入一切法性 藏洗 普门善根 普门视线 就是 菩萨的心 在广度众生的 慈悲行 他的本体 是不执着的智慧 所以体是智慧 行是慈悲 用是慈悲 体是智慧 因为有智慧 所以不染一切法 因为有慈悲 所以不舍以众生 好 所以这样子呢 你在用的时候 才不会呢 哎 就是变成烂慈悲 或者是呢 变成无情无义 所以有的人是 自己修得很好啊 都解脱了 但是看到别人的苦呢 没有办法理解 有的是 哎呀 这大家的苦呢 是很能理解 结果自己呢 也走不出来 是不是 所以就会变成两种极端 所以悲根治要能够双运 能够双运 那深入一切法治 深入一切法性 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 好 那又愿意修 谱门善根 谱门示现 那这就是 掌养我们的慈悲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啊 真正我们在这个 修行的过程当中 要有两种来用 一个体根用 但是其实 这都是一体的 好 就是一贯的 一个修行 我一如是回向 好 这佛是这样修 好 我们也这样修 解如是法 正如是法 依如是法 发心修习 不违法相 好 所以前面就讲啊 你看 有的人 他会落入极端 要修 这个随 相 而行 的时候 就会执着那个相 那为了不要 随相 好 为了不要 有执着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哎呀 度众生呢 度到执着 这个执着呢 譬如说持戒 持到执着 好 那或者是布施 布施到执着 好 或者是呢 哎 这个修禅定 修到执着 所以这几个 最容易执着啊 好 布施比较不会执着啦 好布施会执着 不布施这样 是不是 好布施会 要舍千摊嘛 好 那 禅定就很容易执着啊 好 然后呢 哎 这个读经啊 有时候也会执着 好 或者是呢 哎 这个持戒 好 是因为戒感觉很清静啊 然后自己就会执着 那这个执着呢 变成怎样 当我要舍利 那个执着的时候 变成什么 变成怕执着 就不不禅定 不持戒 哎 不布施 那不是很好笑吗 这一般会这样啊 因为我怕执着 所以怎样 我们有一个居士很可爱哦 他说每次呢 师父称赞他 他说 叔叔 不要再给他害啊 为什么 因为他会傲慢啊 是不是 啊傲慢 人家称赞他 他就要拒绝别人称赞 你不可以称赞我 要不然我会执着 是不是啊 那 那问题是别人要称赞你 他也在修啊 修什么 那现在的人都很不喜欢称赞别人 尤其是学佛了之后 哇 心高气 哦 好 那个 每次听到有人在说 哎 那个某某师兄修得很好 心里就说 哪里有修得很好 有没有 不以为然 哦 是不是 他有我修得好吗 哦 是哦 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 要学习赞叹法门啊 好 要学习水洗功德啊 好 那水洗功德跟赞叹法门 现在这个世间很少有人会去互相赞叹啊 有赞叹有时候都是怎样 都是有目的的 是不是 因为他想要跟你拉保险 所以他一直赞叹啊 是不是 那如果是有目的的 我们都会 好 感觉怎样 感觉那个 那个是很虚假的 可是学佛之后 你还是要练习赞叹啊 赞叹对方的善根 最单赞叹对方的 这种修行 很难得啊 那这个难得 你听了之后会开心 啊开心就是执着 是不是这样 那你要看 如果没有人赞叹 你是不是就不做了 这样子就表示 你只是为了赞叹而修行 可是如果你修行本身 别人赞叹你 那你就接受他啊 因为对方也要怎样 也要修水洗功德啊 你也要成就让他赞叹你啊 要不然难道你希望他骂你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好不容易啊 遇到有人 要愿意去称赞 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要给他那个机会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佛都不怕人家赞叹啊 你看人家唱成这样 天上天下 无如佛耶 哦 真的 十方世界 亦无比 有没有 哦 那他如果执着的话 他不是就掉下来了吗 全世界最厉害的就是我 称心如意 还是他要说 不要再这样赞叹我了 这样我坐不住 是不是 所以呢 不对啊 所以你真的没有 没有这种执着的时候 都可以欢喜接受 欢喜接受 所以有时有时候我们为了不要执着变成不修那个法 应该是要更发心去接受这一切的法的因缘 这借净练心 不要害怕境界 所以解如是法 正如是法 依如是法 发心修习 不违法相 什么叫不违法相 我们有时候修行呢 修到最后呢 不随缘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中有一个清净的标准 所以你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不清净 其实那是不随缘 所以像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自己送经就算了 他也规定送经的时候通通不准看电视 这样子你就送到最后人家会不要让你送 是不是 然后我们有一个居士很可爱 他就很有智慧 他就是在写这个金刚经的时候 他就 他们家就只有一个客厅啊 那他就写 在写的时候呢 他的小孩啊 他的同修啊 在旁边呢 看电视看得哈哈大笑 是不是 啊他怎么办 他还照写 是不是就照写 啊写写写写到最后呢 哎他写到呢 都没有听到他们在唱什么 听什么 在什么 在笑什么 刚开始你会一直说 在笑什么 啊看一下 那个表示什么 那个不是你写的问题是你没专心在写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自己没办法专心就一直骂人家都是你害的 是不是 可是他当他专心专心写到后来呢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写完了之后 哎才发现他们都取忠人善了就跑光了 是不是那所以呢到底是谁在障碍谁 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被障碍可是我们就要每次都喜欢去攀岩人家所以呢睡不着的都说是别人吵 是不是上次我们残修残妻啊那一开始呢就写哎有没有打呼是不是啊目的就是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反应啊睡不着都是因为打呼嘛 是不是啊结果呢哎我们男众呢就有两个打呼啊两个打呼我们就把他呢掉到同一间啊 就同一间就那两个打呼啊结果呢那个那个Michael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打呼比我大声 所以那个平常在吵别人的换他被吵可是他最后有没有被吵他还是没被吵啊 所以他还是睡得很好啊是不是所以呢哎呀我们呢有时候就很难 都说睡不着都是因为别人吵其实你睡不着的时候你的心啊就跑去一直去听那些所有的干扰所以就更睡不着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修不修不起来都是什么原因都是别人害我不能修是不是啊你看都马是你害我一直发脾气自己脾气不好就要一个怪别人啊 所以呢发心修不违法相什么意思任何因缘来哎这就是修行的机会 不要去扭转那个法来符合自己的修行啊 我们常常都会要求别人修得很好来符合自己的修行期待嘛 是不是那他要怎样那是他的事情啊 他不修你就在那边生气那到底是啊就恶性循环了是不是 所以呢不违法相就随缘啊你修得好我们很随喜你修不好我们呢自我警惕 好所以呢这样子呢就会发现啊这个修行变得很好玩 好是不是很好玩哦之所修行如患如瘾好像在演电影给你看一样 好所以你就可以期待啊今天送华严经啊上次我们那个居士啊 他说他送华严经他第一次送华严经他觉得他送的经啊都跟他的环境有关系啊 好所以他那一天就讲哦他去上海出差然后在念华严经呢念了两天他太太说不要再念了啦 已经下两天雨了啊因为他都念到什么雨神啊什么风啊云啊好所以 哎还有关联哦哎真的的确是有关联你送的这个经啊会跟你遇到的事情是有关联的好 所以当你开始送华严经你的身边呢会开始出现菩萨还有善知识有发现吗 没有那舒服还是那一些人好那你就没有把眼睛戴好好戴错眼镜了好赶快换一下好 因为所修行的如患如瘾如果是患跟瘾呢他从哪里出现从你的心所现是这个患跟瘾如水中月如镜中相好 镜中相反映的是谁谁是不是你不要一直嫌说啊哪里都巫婆啊是谁啊 谁站在镜子前面是不是哦哦所以呢水中月啊因为有月亮才会在水中有月影啊 是不是有那个像才会你才会看到菩萨你一直看到人家是菩萨 你就会发现站在镜子前面的是谁就是菩萨好所以呢一定不可以去怪了 好是不是好怪到最后呢只是自己叫做什么好暴露出你的马脚 好所以呢因缘何何之所显现乃至如来究竟之地啊开始呢就会有这种因缘 什么因缘就等一切众生啊等一切佛把众生的全部提升到佛啊 菩萨摩赫萨附作试念好什么样子的念头过去诸佛所修的善根都是这样回向 所以我也要这样修哦佛是这样修成的那我们就跟他走一样的路线啊 那你说哎我今亦如彼佛发如是心啊啊以诸善根而为回向啊 哦可是可能你碰到的人跟佛碰到的人不太一样 但是属性都很像啊是不是你虽然说碰到某甲某蚁 可是他们都属于人啊只要人都有人的烦恼 所以那你说哎我碰到的是可能你喜欢养狗 你的罩门是那只狗 哎有的人是那只猫 是不是好那有的人的功课是蟑螂啊 啊像上一次我去圆光啊有一个居士就说师傅哦我好烦恼哦 因为我们家后面有很多蚂蚁哦 然后那个蚂蚁呢就是他的烦恼啊好 然后我说哦那蚂蚁是很可怕吗 他会爬到你的房间啊比较麻烦的是一种白蚁啊 他会腐蚀你的家嘛他说不会啊那些蚂蚁都不会进来 我说那这样有什么好烦恼 啊可是他在我的庭院啊 啊在庭院也很烦恼 为什么因为他要种花啊种菜啊 那他就拍他的庭院给我看很漂亮的庭院啊 那里面如果有蚂蚁其实就让他住啊 因为他也不会侵犯到你家 可是他就会觉得因为那是我家 所以我就想要怎样想要把他去掉 是不是好那我们基本上呢 其实是很难哦 有这种什么大家共存的概念 如果你知道这个空间是大家共有的而不是你的 你就不会起这种念头 好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烦恼当中呢 其实为什么会产生对于这些众生的烦恼 因为你认为他侵犯到了我嘛 是不是他让我不舒服 让我不顺眼让我不顺心 所以你就会产生的烦恼心啊 那如果呢我们跟佛一样 佛陀把众生当成自己 是不是佛陀的眼中众生跟我是同体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子来学 这时候你就会希望你要利乐一切友情 因为我们自己想离苦得乐 一切众生应当如是 所以即使你碰到的人都不一样 好有的人说师父你不知道哦 你都没有这种功课 可是我的功课很严重 我讲给你听 好是不是 那讲完了之后 原来也就是恩怨情仇啊 每个人的家里面都有一部经啊 这部经都是 就是我们跟自己过不去啊 我们的心念钻不过来啊 他的习气不外乎 就是贪嗔吃慢疑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啊 那贪嗔吃只是哪一个比较大 哪一个比较多 哪一个比较明显 所以贪嗔吃慢疑斜见 就是六种根本的问题 然后我们只是不同的人 他的组合不同 所以组合出来的状态 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形成各种不同的个性 那这种性格呢 还有独特性啊 他其实只是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习性 有不同的走向的时候 习气碰习气 绝对就是相冲嘛 就八字不合 可是如果你不是用习气对习气 你用菩提心对习气 就没有相冲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用这种回向的方式 来转化这些习 夜习 所以这些习性呢 这样子的回向 菩萨如是 以诸善根正回向 有什么功德 叫做清净生与义 诸无诸过失 是不是 诸在菩萨的境界 就没有过失了 修习善业 离生与恶 心无辖慧 所以呢 就有如此的殊胜 所以只要我们的心 愿意在回向 这一个修行法里面呢 以佛心为己心 以菩萨心为己心啊 那你就都能够成就嘛 所以这菩萨呢 的第三个 等一切佛回向 这个地方就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一段呢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回向给谁 回向给一切众生 对不对 包括 来 声闻 圆觉 菩萨 包括众生 好 那希望呢 大家都能成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就举例啊 我们在家 也要用这种心情 来对待我们的家里面 所遇到的一切的众生 然后我们遇到了畜生 我们也要祝福他 希望他能够早日成佛脱离苦道 好那整个随向回向完 是不是还要离向 离向是什么 度一切众生而不执着众生向 好 然后呢 佛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过去菩萨是如是回向 我也如是回向 这就是菩萨摩赫萨第三等一切佛回向 所以这个呢 菩萨如果有这样子的回向呢 你就能够深入如来的心 如来怎么修的 我们有时候呢 很抽象 所以华严经他不是用读的而已哦 读是开始嘛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都在讲心态 这个心态是最好修行 因为他的条件不多 条件就是你只要愿意修 你就可以修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说 一定要在道场修哦 一定要到净土修哦 一定要在哪里是不是 他给你很多的情境 你都都可以 你也可以到天上修 你也可以在 这个三徒二道中修 因为我们只要会用自己的心 善用其心 你就会修 所以这是最好修的 那有的人说 师父 我觉得华严经很难 为什么很难 因为你没有去练习用用看 华严经其实没有那么难 你相信你的心可以做 在生活中你是可以做得到 而且如果你能够善于观察你自己 能够了解你自己的状态 那每一个人 你的这个 如果你跟师父是有一点缘分 师父有了解你的话 师父就会告诉你说 你是在华严经的哪一个位置 这样很期待 重点是你要先让我认识 是不是 要不然我们不认识很难 就像我们说最近 我们不是在流行感冒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你去看医生 医生就是开药给你 你肚子痛就给你肚子痛的药 头痛就头痛的药 可是事实上其实所有的药都是阿斯匹林 这是因为身体是一体的嘛 好可是呢 如果你遇到一个你的家庭医师 他就会从你的病史来诊断 他知道了 你最近可能饮食不正常 对不对 是不是压力比较大 是不是 因为一个病状的出现 他是有他的前因后果 那如果呢 你遇到一个很了解你的人 他在写 他在讲你的病状的时候 就讲得很清楚 可是我们一般呢 都不知道 要去这样子去分析自己 所以你就有问题的时候 你去跑去找算命的 有没有 算命的也是依据你的命盘啊 来看看你这一生可能会这样走 他是一个统计嘛 一个趋势嘛 可是如果呢你是 你是自己的医生 你是自己的善知识 你就会很了解 了解你现在需要什么 那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当自己的善知识 所以我们在修行 因为出家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慢慢慢慢在佛法里面发现 其实为什么禅宗的修法都要师之道合 就是师父要带土地 因为师父带土地 慢慢慢慢熟悉这个土地的性格 好 然后他的根性 那你就可以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给他一个好的建议 好 那所以必须要怎样 要能够师资 好 这个 这个老师要跟他的学生啊 要能够相应 要能够懂 好 彼此要能够理解 否则呢就会鸡同鸭讲 是不是 鸡同鸭讲 就是我负责讲我的 然后你们负责 就在下面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样 是不是 好 看起来好像有在上课 其实呢 叫做貌合神礼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有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我们要真正呢 修到懂佛在讲什么 那你得要做做看 因为所有的人里面啊 这个人是有自己的经验 依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有时候会有误差 但是佛他一定很了解我们 是不是 那问题是 我们在这个大师之菩萨念佛源通章里面讲啊 好 佛陀是完全记得的人 有没有 我们是完全 好 不认账 对不对 好 所以每一次呢 佛陀在讲说 往昔所造诸二叶 心里面就想 我哪有那么坏 有没有 好 所以 因为你就忘记了 好 所以佛陀在讲 辱是当成佛 也是不承认 有没有 我哪有那么好 是不是 所以呢 又不相信自己好 也不承认自己坏 原因是什么 因为忘记了 是不是自己忘记了 还一直说 为什么命运要对我这样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的这种智慧很有限 我们不会看得很长久 所以我们很多处理的方式就只有此生 就是很狭隘的 就是眼前的事情过了再说 都没有长久的去处理 好 那真正要成为善知识 要成为有善知识在引导我们呢 其实你应该要去看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心 让自己的心呢 能够跟着佛教我们的这个心态 一个一个一个来做 一个一个来走 好 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 你就越来越能够什么 他讲深入一切诸来业 去向如来 圣妙功德 你就能够了解 所有的业 它是怎么走的 然后能够 重点是你不是只是知道这个业而已 所以心理学 它会帮你分析 你现在的个性行程 可能有先天的关系 有后天的关系 有原生家庭的影响 但是他解释完了之后 你还是得要处理你的业啊 是不是 你说啊 我现在人格扭曲 没办法啊 因为我小时候呢 有家暴 所以我现在人格扭曲 好 你已经知道原因了 接下来你还要继续扭曲下去吗 很多扭曲的人 都用过去来解释 合理化你现在的扭曲啊 可是扭曲这件事情是要解决的 而不是只是要解释它而已 不是解释说 就是以前没有好 我的父母没教 所以让我现在这么惨 你要看现在这个状态啊 佛法不一样啊 它会让你知道过去 但是让我们怎样 下定决心要改啊 你知道原因 但是你要不要解脱哦 是不是 所以不只是知诸来之业啊 而且还教我们去向如来 圣庙功德 所以它是更积极的 不只是让我们解决过去的业 它是积极的 从此以后 你的心要怎么走 随自己的心 要带向 把自己带向 成佛之道 所以入身清净智慧境界 不离一切诸菩萨业 善能分别巧妙 方便啊 入身法界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都很需要 我们都有这种想要 利乐一切有情的心 可是问题是什么 哎呦 没法度啊 就是方法不够 智慧不足 所以我明明就很想要帮助人 结果到最后帮到忙 有没有 那帮不动呢 我们就会 产生沮丧 然后那个沮丧呢 就说 这些人真没善根 我不度了 有没有 所以呢 那是自己方法不足 所以就在那边谴责众生的善根 所以巧方便来分别 无量 无边一切诸法 虽附现身于世中 但是于世法心无所着 所以一样会视线 但是呢 不会执着这个 不是来轮回的 是随愿而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 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会生在这个家庭 乃至于我们生在台湾 我们生在这个娑婆世界 我们是随愿而来 如果你是随愿而来 你就看看 要怎么样来 让身边所有有缘的人 一起得度 那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随愿而来 你就抱怨到死 你还是一直抱怨啊 是不是 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啊 好 为什么都是 这个国家都对不起我 谁都对不起我 我的命运怎么样 你继续抱怨十年 二十年 也不会有长进 会更严重 会更严重啊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啊 他说 师父 哎呀 我以前哦 我妈妈每次打电话给我 都一直抱怨 他不是抱怨 我是抱怨他的其他小孩啊 因为他有烦恼嘛 听听听 听到后来 我都不敢接电话 因为他就一直抱怨啊 他讲的问题 我也知道啊 但是我没办法解决啊 是不是 啊为什么人会烦恼这么多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以前知道他在抱怨 可是我们自己也在那个漩涡里面 揍不出来 所以学佛呢 开始啊 去解决 开始去寻求一些方法 好 那 那他 他说 哎呀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 后来呢 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 怎么可以不让他的母亲 不接他母亲的电话 他心里面又有一点觉得不笑啊 可是接的电话 他又一直讲啊 所以一个人在烦恼中呢 他是走不出来啊 他会一直绕 而且他当他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 他就一直挑他毛病啊 是不是 那你叫他放下 他就会说 你为什么要帮他讲话 你到底是谁的小孩啊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又不能放下 不能叫他放下啊 那怎么办呢 是 所以呢 哎呀 我们真的是 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很大的考验 你要用什么智慧去解他 可是这是以前啊 你没有学佛啊 现在学佛之后呢 在如果在面对过去的处境 这时候就要怎样 寻求一些方法跟帮助 可是这个方法跟帮助啊 其实啊 就是很不简单 你第一个要先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 你要先知道自己的内在烦恼 是怎么变化的 怎么出现的 怎么变得越来越严重的 那当你能够治疗自己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在这边呢 佛陀他就教我们啊 你看 修修修修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限 瓶颈有限 这时候要发愿 是不是 所以我们修行呢 修到自立 还要再立他 那随着自己的立他的心啊 就会开始深入 佛陀的世界 他的内心的世界 菩萨的世界 然后在这个世间 又不会被世间向所障碍 这听起来很难 但是他是可行的 要不然佛陀不会讲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练习 所以虽附现身于世中生 而于世法心无所着 是不是 那也不知道怎么 怎么做 把他抄起来啊 是不是 这个佛 这个《华言经》里面 很多经典的字句 你觉得这个经典字句 是我这一个礼拜 要做的 你把他抄起来 背不起来就抄起来嘛 贴在额头上啊 每一次碰到人说 诶念一下 念一下 那你就戴在身上啊 坐车的时候 看一下 思维一下 是不是 每天就可以 所以我那天就跟大家讲说 你可以送世界上最短的经 是不是 每天就要送啊 什么经 大家都知道 很短啊 但是每天要做功课 不管你送的经是长的短的 在做功课前 至少要先礼佛三拜嘛 好 礼佛三拜完 先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夜 皆由无始 贪生之 从生于一之所生 经对佛前求忏悔 一切罪根 皆忏悔 先忏悔嘛 先轻啊 好 接下来诵经 诵完经呢 要出门之前 结束之前 念 普贤十大愿 普贤十大愿呢 念完要多久 三十秒 一则里敬诸佛 二则称赞如来 是这个十大愿 不是念那个普贤行愿品 对 你如果要拜更好 但是就十大愿 把它背起来 因为当我们早上念完愿 然后最后这是回向 念完这个愿 再出门 你是以愿导行 你说睡觉都来不及了 起来就直接连一擦 就要出门了 那你总是有三十秒吧 所以你真的都没有时间 诵经了 好 那我要出门之前 停一下三十秒 念完普贤十大愿 再出门 你接下来一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不念 每天都不念 越来越忘记 就随夜流转 好 那如果每天都念一下 每天都念一下 你偶尔也会怎样 也会回光返照一下 是不是 就是它是真的有用的 所以我们要以愿导行 就是一个意念 只是那个意念呢 可能你刚开始啊 觉得好像心念比较强的时候 维持比较久 但是难免都会被生活打败啊 那回来晚上回来一定要再消化 睡觉之前再念一次普贤十大愿 是一样啊 所以世界上最短的早课 就是普贤十大愿 什么早课都能省 不要不要省那个愿 你说我这十个愿我也不想发 那也就发四红试愿 四句而已 我在这个我也不想发 我也不想跟你说了 那那么严重 是不是 这个是佛教我们啊 你要在世间 要无所拙 真的是不简单 但是你只要愿意做 一定可以的 要不然佛陀 就是变成狂语 你看他为了这个 他还要发愿呢 不狂语不谎语不义语 所以他就是他讲的话都实实在在的 那我们就要试着去做 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是不是 做不好也没损失啊 因为本来就在轮回嘛 本来就在轮回 而且我不小心修成功了 赚到了 所以呢要给自己机会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 我们来回向 好 持经啊 愿我无敌意无危险 愿我无精神的痛苦 愿我无身体的痛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的父母亲 我的导师亲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无敌意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所有修缠者 无敌意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在这寺院的 比丘 比丘 你 沙咪 沙咪 你 善男子 善女人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四字句的 不失主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我们的护法神 在这寺院的 在这住所的 在这范围的 愿所有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通敌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 尽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 个人所造的因果 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 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 冤亲 同餐恩 由私解脱 诸苦恼 共振 菩提 度有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